绝世武魂 作者 洛成东 第1041章 三星猎杀者 杯中茶叶散发出一股极其淡雅的幽香 让人闻之心中安宁 沏好茶叶之后 他将其中一杯向对面一推 淡淡说道 请 说话的这名白发老者 鹤发童颜 看不出多大年纪 颇有几分先锋道鼓的意思 只是 眉宇之间时不时闪过的一抹阴冷之色 让人感觉心中生味 而在他对面 则是一个身穿黑衣 脸色惨白 惨白的老者 这老者脸色就如同死人一般 皮肤有些透明 似乎中年不见天日 他轻轻戳了一口茶水 挑挑眉头说道 冯屋情形是太过高调 树敌太多 死了也正常 不正常 他对面白发老者淡淡说道 若是死在其他仇家之手也罢了 但他此次 死于一个十七岁的少年之手 此人名为陈锋 哦 一个十七岁的少年 却杀了天和七星的高手 有点意思 黑衣老者 低声呵呵一笑 没再说话 两人似乎已经完全遗忘了这件事 一边喝着茶 一边闲聊 许久之后 一杯茶方才喝完 然后白发老者缓缓端起杯子 黑衣老者起声告辞 白发老者淡淡说道 终归是我炼药师协会的人 虽说不成器了点 但被人杀了 总得有个交代 不然 我炼药师协会 岂不是颜面无存 黑衣老者微微点头 白发老者说道 叫你手下暗堂的人去吧 黑衣老者微微一笑 这点小事 就要动用暗堂的人 是不是太小题大做了一些 白发老者摇头不语 黑衣老者说道 我明白了 然后 转身离去 他缓缓行走于十字小路上 嘴角露出一抹微笑 淡淡自语道 陈锋 你能死在我暗堂高手的手下 是你的荣幸 暗堂 炼药师协会之中 最为神秘莫测的一个存在 明面上执法堂 是他们对外杀戮对内执法的一个存在 实际上 执法堂只不过是一个傀儡摆设而已 执法堂的人 比起暗堂的人 实力要差了太多 暗堂里面 高手无数 并且精通各种杀人之术 战斗力强横至极 这名黑衣老者 这就是丹阳郡分会的暗堂堂主 杀了冯无情之后 陈锋又回到了钱元宗所在 然后 开始在钱元宗周边 四处探查地形 他手持地图 想要找到与地图之上标注的地形一样的位置 找到阴阳大地陵墓的入口 炼药师协会极其强大 陈锋对这一点非常清楚 所以陈锋非常迫切地 想要找到阴阳大地陵墓的入口 目的就是 提升实力 此时 陈锋正站在一座山峰顶部 向四周查看 站在这个位置 方圆几十里之内 近数都能被他扫入眼中 陈锋看了好一会儿 然后又将从牵斜洞窟之中得出来的预板 以及那想魔杵上的地图 仔细对照了一下 却是发现 根本就对不上好 陈锋失望地摇了摇头 正准备离开 忽然 他眉头拧了起来 目光之中 闪过一抹灵力杀鸡 他身体一紧 肌肉骤然收缩 然后漠然回身 力声喝道 什么人 啪啪啪 一阵掌声传来 接着 一声充满了不懈的痴笑 便是随风而来 年纪轻轻 就有这样的修为 而且察觉力如此之强 不错不错 难怪你杀得了风无情 不过嘛 可惜了 今天要死在我手上 接着 一个人便从巨石后面 缓缓绕出 此人身高不高 但是极宽 身板跟门板一样 大脑袋 就像是直接安在身躯上 看不见脖子 他眼睛很小 一双眼睛里面 闪烁着冷冽又恶毒的光芒 死死地盯着陈锋 就像是毒蛇 在盯着自己的猎物一样 他身上穿着一件血色袍服 袍服之上 则是绣着三个黑色星星 陈锋冷冷地看着他 说道 炼药师协会的人是吗 没错 就是炼药师协会的 矮状大汉 阴冷一笑 介绍一下 我乃是炼药师协会 暗堂 三星猎杀者 邓向才 暗堂 陈锋皱了皱眉头 自从和炼药师协会 结仇以来 他收集了很多 关于炼药师协会的资料 但是 却是根本没有打听到 暗堂这两个字 更不知道 这两个字 是代表什么意思 哈哈 不知道暗堂是什么事吗 邓向才看着陈锋 以一种居高临下的姿态 傲然说道 所有人都知道 炼药师协会有执法堂 都以为执法堂 便是炼药师协会 最强的武力 可惜啊 你们这些愚蠢至极的外人 根本就不知道 炼药师协会 真正的强大在哪里 告诉你们 真正的强大 就在于我们暗堂 我们暗堂 名声不显 但是高手云集 猎杀者 从一星到四星 就算是一星的猎杀者 实力也是堪比执法堂的 直视这一级别 二星猎杀者 则是堪比被你杀掉的冯无情 而像我这样的三星猎杀者 在执法堂之中无人能敌 一人就足以杀光他们 至于四星猎杀者 实力更在我之上 陈锋盯着他 心中掀起惊涛骇浪 他本就知道 炼药师协会非常强大 却没想到自己还是低估了炼药师协会 原来炼药师协会 还有暗堂这么一个强大的存在 里面还有如此之多的高手 这名三星猎杀者 陈锋根本看不透其实力 但陈锋感觉 在他面前 自己显得非常渺小 邓向才冷笑说道 好了 废话也说了很多了 现在该送你上路了 堂主给我的命令便是 直接取你的人头来见 他咧嘴一笑 执法堂那些杂碎 就喜欢杀人不死 俘虏回去 好好折磨 我们暗堂 可跟他们这些废物不一样 我们只要人头 人死了 就是最好的结果 说着 他仰天发出一声凶利咆哮 气势疯狂攀升 在他身后 竟然不是天河 而是出现了一片天壶 波光渺渺 在天壶之中 则是有足足数百颗繁星 在其中闪烁 至少也有三百颗 陈锋看了 眼神剧烈一缩 心头大震 此人 至少也是天壶三星高手 本章完 第1042章 碾压 天河境界 一星代表着十滴真元 天壶境界 一星 则是代表着一百滴真元 此人实力 远远超过我 陈锋做出这个判断之后 没有丝毫的停歇 立刻就打算逃跑 但是 他在逃跑之前 却不是直接转身就跑 那样直接把后背 卖给对手 非常愚蠢 反而容易直接被对手击杀 陈锋一声怒吼 身后九头像流武魂 骤然出现 烈魂真 向着邓向才狠狠刺去 但是 邓向才仿佛 早有准备一样 烈魂真 刚刚要刺中 他的脑袋 他身体表面 便是出现了一道黄色光照 这黄色光照 极为浑厚 而且似乎能够 抵御精神力的攻击 烈魂真刺中 黄色光照后 直接将黄色光照 给刺得破裂消散 但是 却没有给邓向才 造成一点伤害 邓向才看着陈锋 满脸不屑说道 我们炼药师协会早就 把你那点本事 打听得清清楚楚 哈哈 还想偷袭我 简直就是做梦 他脸色一冷 小兔崽子 受死吧 说着 狠狠一拳轰击而出 这一拳轰出之后 带着极其浩大的声势 一道黄色光柱 直接向陈锋笼罩而去 被这道黄色光柱 笼罩其中 陈锋感觉自己身体 就像被一只大手捏住一样 浑身骨骼 似乎都要碎脸 陈锋发出仰天怒吼 他可从来不是甘心服输之人 更是不会束手就擒 陈锋又拳接连轰出 狂雷碎五月 这是他最强的拳招 黄雷碎五月 与邓向才这一拳撞击在一起 陈锋直接被打飞出去上百米 双臂骨骼全部被震碎 如同软面条一般 搭拉在身后 内脏更是被震得 都已经遗了位 疯狂地向外呕血 就这一下就已经身受重伤 而他的雷电光球撞在邓向才身上之后 邓向才咧嘴一笑 毫不在意 任由雷电光球撞上身体 喷一声巨响 他的身体表面被撞出来一个大约有拳头大小的黑色伤口 里面血肉溃烂 一片焦黑 邓向才脸色顿时变得更加阴冷难看 韩生说道 没想到 小兔崽子 你这一招 威力倒是还颇为强大 明明咱俩 实力相距如此之大 而你却竟然还能对我造成伤害 不过也仅是能造成点伤害而已 这样的伤势 就算有一百个 对我来说 也绝不致命 而你呢 你被我一拳 就要打成重伤 说着 他走上前来 又是一拳轰击而出 跟刚才一模一样 陈锋感觉自己 似乎都提不起反抗的力量 他死死地咬着牙 喉咙之中 发出一声充满了不甘的怒吼 断月刀出鞘 他拼尽自己全部的力量 斩出一刀断山月 邓向才不闪不避 任由断月刀斩在自己身上 砰的一声巨响 断月刀 如同斩在了一块巨大的钢铁之上 邓向才的身体表面 被斩出了一到二尺多长的伤口 但是伤口 却只有不到一寸深而已 流出了一点鲜血 邓向才收紧了肌肉 伤口迅速愈合 看到这一幕 陈锋心中不由地涌起一阵浓浓的无力感 这邓向才 太强了 我就算是拼尽全力 也无法对他造成什么伤害 我最强的杀招 只不过只能给他造成一点轻伤而已 而他随便一拳一脚 就可以将我打得狼狈不堪 邓向才得意说道 我从小练的就是断体武技 从七岁开始到现在 整整练了五十年 我已经是钢筋铁骨 像你这样的攻击 简直就如同给我挠痒痒一般 他发出得意的大笑 然后走上前去 俯视着陈锋 冷冷说道 好了 现在该送你上路了 说着 他的拳头向着陈锋砸了过去 他的拳势非常缓慢 目光之中露出阴毒的光芒 仿佛已经看到 陈锋被自己一拳砸死的那一幕 而他之所以如此缓慢 就是为了让陈锋 有足够的时间去害怕恐惧 他喜欢这样折磨敌人 就当他的拳头 即将砸在陈锋身上的时候 忽然 他瞳孔微微一缩 有一种极其危险的感觉传来 然后 他就看到 陈锋的身体表面 忽然出现了一枚黑漆漆的丹药 强烈的危险感觉 就是从这丹药之上传来的 他立刻缩回拳头 但已经来不及了 陈锋直接将这丹药 狠狠地砸在他身上 然后天河疯狂流动 体内所有真元 全部急速运转 倾尽所有 疯狂奔跑 转瞬之间 已跑出去数百米 而在他身后 传来一声巨大的爆炸声 陈锋嘴角露出一抹冷笑 扬声喊道 小小谢礼 不成敬意 邓向才 你等着 我必杀你 原来陈锋刚才 手中出现的那枚丹药 正是震天雷丹 那枚震天雷丹 是暗老专门给他炼制的 威力极大 这下 邓向才被震天雷丹 炸了个正正 直接被炸出去几十米远 身体表面出现了很多伤口 伤口全部漆黑 甚至有的肉直接被炸得烂掉 整个人漆黑一片 看起来狼狈不堪 他恼羞成怒 发出一声凶狠至极的咆哮 陈锋 我决定 这一次违反暗堂的规矩 抓到你之后 我一定要好好地折磨你 然后再杀掉你 说着 他向着陈锋逃跑的方向 疯狂追去 他其实伤势并不是很重 但也足以影响他的速度了 而陈锋金红布 又是极为迅捷 不过两人实力毕竟差距太大 就算是这样 陈锋还是不断 被他拉近距离 青森山脉之中 山高灵密 陈锋在密林之中 疯狂逃窜 他感觉 自己的胸肺 已经变成了一个大火炉 喘出来的气 都带着灼热的气息 浑身疼痛无比 头脑昏沉 整个人 几乎都要随时晕死过去 他本就身受重伤 又拼命催动体内潜能 自然会变成这样 但是陈锋根本不敢有丝毫懈怠 因为在他身后 那个恐怖强大的气息 正死死地追在后面 一刻也不停线 两人一追一逃 已经持续了足足五个时辰的时间 此时一夜已经过去了 甚至是朝阳出生 本章完 第1043章 大地灵寝 陈锋跑出密林 来到一座山巅之上 回头看去 他看到 身后大约千米之处 不断有树木被折断 他知道 那里是邓向才在前进 他根本不耐烦走路 有的时候 面前有挡着的巨石或树木 直接一拳毁掉就是 此时 两人的距离大约有一千米 比刚刚开始追逐的时候 缩短了一半 陈锋知道 这样下去 很快自己就会被追上 陈锋回头扫了一眼 打算就继续逃命 忽然 陈锋脑海之中 闪过一抹极为熟悉的感觉 这里的地形 好生眼熟 我最近肯定看到过 于是 陈锋立刻将那块玉板拿了出来 然后 他便惊喜之极地发现 这里的地形 和玉板之上标注的地形 竟然是一模一样 陈锋心中狂喜 我竟然找到了阴阳大地墓葬的入口 但很明显 玉板之上的地图 是非常残缺的 于是 陈锋又将降魔杵拿了出来 降魔杵之上的地图 他踏硬了一份 此时 跟玉板上的地图凑在一起 变得完整了很多 但是 还是不够完整 还是缺了足足有一大块 陈锋看着残缺的那块地图 口中喃喃说道 我觉得我肯定见到 肯定见到过 到底是什么时候呢 难道忘记了吗 陈锋拼命地转动思维 回想着过去的事 忽然 他一拍掌 哈哈一笑 想到了什么 然后 他心念一闪 从戒子袋中 取出一张羊皮卷 这羊皮卷 赫然是诗书韩从的那遗物 后来又被陈锋拿到 这羊皮卷之上 赫然也是一圈地图 韩从潜伏入 钱元宗二十年 就是为了寻找地图之上 标志的所在 陈锋将这圈地图拼入其中之后 果然 这一幅地图圆满 陈锋看着地图 脑海之中 思路立刻变得清晰起来 将所有的路线 记得清清楚楚 陈锋深深吸了一口气 让自己头脑变得清醒起来 继续向前狂奔 由于刚才那会儿的耽搁 身后的邓向才 已经追到了五百米处 但陈锋此时 心里有了谱 可就不那么担心了 他按照地图之上的路线 不断逃跑 这路线非常的离奇曲折 有许多地方 甚至要跳下悬崖 或者是要潜入湖底 甚至是要走一段地下洞穴 这样一追一逃 又是持续了足足有一天的时间 终于 陈锋止住了脚步 此时他面前竟是一座巨大断崖 这断崖距离对面 足足有数千米 陈锋根本就无法跨越过去 断崖茫茫 大约在下面几百米之处 陈锋能够看到 一道一道极其强烈的黑色钢峰 不断在气中穿行 这些钢峰 遍布整个山崖下面 虽然隔着数百米远 但陈锋依旧能感觉到 那气旋之上传来的刻骨寒意 气旋带来的钢峰 隔着数百米 都能割破他的肌肤 给人的感觉极其危险 陈锋嘴角露出一抹微笑 看来 就是这里了 此时 邓向才已经追到了他身后 邓向才看着陈锋 说道 跑啊 你倒是跑啊 跳啊 你倒是跳啊 若是没记错的话 这应该是你们青森山脉之中 一处绝地 悬崖之下五百米处 再往下整整数万米 这么大的一段距离之内 全部都是钢峰 钢峰强横无比 就连宁魂进高手都无法抵挡 被钢峰刮到 直接就会在身体表面 造成一个巨大的伤痕 往下坠落几十米 整个人就会被切割得支离破碎 只剩下一具白骨 这处绝地 从来就是有死无生 他微笑说道 有胆子你就跳下去 陈锋回头深深地看了一眼 声音冰冷 邓向才 我必杀你 说着 竟是真的向悬崖之下跳去 邓向才大惊 赶紧来到悬崖旁边 然后他就看到 陈锋已经急速向下坠落 转眼间 就已经落入了无数钢峰之中 不见了踪影 邓向才站在悬崖之上 目光惊异不定 看来 这小兔崽子 宁可自杀 也不想落于我手 但他有些不敢确定 万一陈锋不死呢 于是他顺着悬崖向下滑去 很快就来到了五百米处 下面便是层层叠叠的刚峰 邓向才刚来到这里 就被强烈刚峰给刮的身体表面出现了无数伤口 要知道 陈锋全力一击 也不过是能给他留下一个小小伤口而已 然后 邓向才试探性地往下一伸手 他发出一声惨叫 赶紧将手拔了出来 只见 此时他的右手已经伸受重创 五根手指几乎都被刚峰砍断 血肉模糊 他赶紧会打破悬崖上 心道 刚才那样的刚峰 我只不过是沾了那么一点点 就直接被差点斩断手 而且 这是最外围 最弱的刚峰而已 里面的刚峰只怕更强 陈锋此时 只怕已经连骨头都被绞成无数骨粉了 根本不可能活下来的 邓向才向才觉得自己没有必要再在这里逗留 可以回去 按堂交差了 但是 邓向才向才心中总有一丝不放心的感觉 他决定 自己还是在这里再留上几天 让邓向才根本想不到的是 陈锋落入刚峰之中之后 本来强横无比的刚峰几乎在一瞬间就可以将它撕成碎片 但就在那一刻 金色翔磨出表面忽然散发出一道淡淡柔和的光芒 形成了一道光照 将陈锋笼罩其中 这些刚峰接触到这光照之后 都变得极为温顺 和风细雨 陈锋就这么在光照之中 缓缓向下沉去 他嘴角荡漾出一抹微笑 果然就是这里 得到了金刚处的认可 我有了进入这里的资格 而如果我贸然闯入的话 只会被这刚峰撕裂成碎线 在金刚处发出的光芒包裹之下 很快 陈锋就来到了山谷的底部 山谷底部一片开阔 陈锋面前则是一片巨大的峭壁 峭壁正中间勾勒出一个大门的模样 但是大门死死关闭 陈锋在峭壁上面找到了两个孔洞 一上一下 上面的孔洞大一些 陈锋心中刚刚已转过念头 手中金刚处就自己飞了出去 镶嵌入那个比较大的孔洞之中 本章完 第1044章 楚少阳 而陈锋看了一下下面那个小的孔洞 忽然灵机一动 将自己手中墨玉班纸摁了进去 果然 刚好契合 不大不小 金刚处和墨玉班纸 陈锋就看到了 大门发出砰的一声巨响 然后开始缓缓倒退 露出一个巨大的通道 陈锋顺着通道 缓缓向内走去 这个时候 暗老在他旁边出现 暗老观察着四周 陈锋说道 没错 这里应该就是阴阳大地灵情所在之处 这里就是其中一个入口 我能感觉到 地下传来的那阵阵极其庞大的灵气和威亚 不知道你发现没有 这里没有一丝活物的痕迹 这是因为所有的活物 都被阴阳大地的威亚 给远远驱逐出数百里之外 不敢侵扰它的灵气 陈锋缓缓点头 脸上露出一抹喜色 他知道 自己离这城宫越来越近了 很快 陈锋来到一处金碧辉煌的大厅之中 大厅之中 有无数高台 每个高台之上 都是摆了一具巨大的白玉棺材 奢华无比 暗老说道 这些棺材里面 应该是装的给阴阳大地陪葬的那些人 但是这些人在最外围 当年生前 在阴阳大地面前 地位应该也非常低 大概就是侍女奴婢这一类的 陈锋点点头 正要继续前进 忽然 暗老眉头一皱 说道 有人来了 陈锋心中大惊 这阴阳大地陵墓 怎么会有其他人进来 他心中震惊无比 竟然有人知道了这里的线索 陈锋侧耳倾听 仔细感知 果然听到一阵脚步声 向这边传来 陈锋四下看了看 立刻跃上一座高台 将一座巨大的棺材 稍微推开一下 然后躲入棺材之中 他将棺材盖盖好 但是楼下来一丝缝隙 然后很快 陈锋就听到 脚步声变得清晰起来 那些人也来到了这座大厅之中 从脚步声中 陈锋估计来的这些人 大约有十来个左右很快 一个嚣张狂傲的年轻声音响了起来 没错没错 就是这里 这就是阴阳大地的灵情 这座大厅 乃是陈木外围数万个陪葬大厅之一 每一座高台之上 都有一个太极阴阳之图案 这便是阴阳大地的标志 它发出一阵激动无比的笑声 笑声震动的大厅 都是嗡嗡作响 我楚少阳 自从十五年前 得到阴阳大地 灵木线索之后 苦心寻找十余仔 终于找到了这里 哈哈 天不负我 老天爷对我不保啊 这个时候 忽然一个冰冷的声音 在旁边响起 说道 楚大师 不要忘了这次任务 这一次 你可是替我们血沙门买命 阴阳大地灵木找到之后 里面的好处 我们血沙门要九成 不要在这里鬼笑了 赶紧去找 这个声音非常霸道 显然他并没有 把这个楚少阳放在眼里 楚少阳冷冷说道 放心 我既然答应了你们 肯定不会失言 我楚少阳 纵横卢阳俊十几年 从未曾失信于人 顿时 一片声音响起 都很赞同他这句话 确实 楚少阳这话说的没错 他虽然为人很霸道狂傲 但是言处必行 从未失信于人 楚少阳一言九鼎 我们信得过 没错 我统计过 十五年间 楚少阳许诺三百七十次 没有一件实言 陈锋心中极为震惊 原来这天下间 得到阴阳大地线索的 并非只有我一个 而且这个楚少阳 比我得到的早得多 已经整整寻找了十五年 陈锋透过那条缝隙向外看去 只见大厅之中 站着十余个人 最中央的则是一个黑衣少年 少年身材高大俊朗 脸上线条刚硬冷俊 他跟陈锋年纪差不多 满脸狂傲之色 身上有一种 僻逆天下的霸气 仿佛就是这世间的王者一样 陈锋看了 心中暗自震惊 暗老也是在他旁边说道 此人自带霸气 乃是天生王者之相 僻逆天下 以后若是机缘足够 绝对成就不是强者 而就算是发展得不好 绝对也能称霸一方 他暗自惊叹说道 他是我除了你之外 见过的最出色的年轻人 甚至不客气地说一句 他比你还要强 陈锋点头 他也感觉到了 他隐隐约约感觉到 此人将是自己以后 很长时间之内的大敌 甚至可以说是一生之敌 黑衣少年周围 则是有十余名身穿血色长袍之人 这些身穿血色长袍之人 基本上年纪都在四五十岁以上 而他们之中 实力最弱的 陈锋感觉也要超过了 紫阳剑场的太上长老 何言孝 要知道 何言孝可是天海境巅峰高手 就差一步便可以踏入宁魂境 陈锋心中震惊无比 血煞门的精英高手 全员进出了吗 他赶紧平住呼吸 不敢发出一点动静 这些人中 随便一个出来 就能轻易地将一百个他击杀 黑衣少年来到大厅尽头 然后指着大殿尽头说道 你们看到了没有 在大厅尽头 一共十五条通道 我们这里一共十五个人 每一条通道都有可能通往真正的地藏 当然 每一条通道也都有可能被引向死亡陷阱 说着 他指了指从左往右数第五条通道 说道 我要进入这条通道 其他的 你们自己选一个吧 是服是获全看自己选择 说着 就大步准备向那条通道走去 而正在这时 一名身材高大 面容苍老的血煞门之人 抓住了他的肩膀 皮笑若不笑说道 别这么着急嘛 到底走哪条通道 咱们好好商量着来 楚少阳脸色一变 神色间有些慌乱 说道 什么意思 没什么意思 老者冷冷说道 我怀疑这条路 是真正通往地藏的通道 所以你留给自己 所以 你绝对不能走这条路 说着 他一把抓住楚少阳 将其扔入最左边 一条通道之中 他大笑道 楚少阳 我还是信得过你的 所以没有杀了你 不然 你现在已经是死人了 本章完 第1045章 强横 天赐神体 然后 冲着血煞门众人说道 你们各自选一条 我修为最高 走刚才楚少阳选的那条路 其他血煞门之人 齐齐引了一声 然后纷纷选了一条路 向前走 而这名老者 则是不慌不忙地 走入了楚少阳选择的那条生路之中 过了好一会儿之后 也没有任何的动静 陈锋正打算站起身来 这时候 忽然最左边那条通道 传来脚步声 接着 陈锋就看见 楚少阳 竟然从中走了出来 楚少阳回到大厅之中 满脸得意之色 他嘴角露出一抹微笑 然后 这一抹微笑 就变成了狂笑 哈哈哈哈 血煞门 你们这群蠢货 你们清尽全宗门之力 用了十年的时间 终于帮我 找到了这座阴阳大地的灵寝 又动用了你们血煞门中 除了宗主之外最强的十四人 跟我来到这里 但是你们可知道 你们做的都是无用功 这十四名太上长老 也都会成为我的工具 他目光中露出一抹阴沉之色 我用了十五年的时间 营造了一个 从不言而无信的好名声 就是为了取信于你们 你们 上当了 这十五条通道 根本就不是什么生路 全部都是死路 全部都是死亡陷阱 而我将你们引入这通道之中 也绝对不是为了寻找什么 通往地藏深处的道路 而是 他深深地吸了口气 口中发出浩大声音 而是要用你们的鲜血和生命 解封那封印在林寝入口的绝世神功 陈锋听了这些话 心中惊骇无比 这楚少阳 当真是心机深沉 血煞门这么庞大的宗门 都被他给骗了 而且竟然派出了最强大的十四名太上长老 跟随他前来 而他 则是将这些实力远胜于他的强者 细耍于鼓掌之中 楚少阳话音刚落 通道之中就传出一阵阵惨叫之声 惨叫声淒厉无比 充满了恐惧 就像是碰到了什么最恐怖的事情一样 楚少阳拍掌大笑 成了 成了 十四名台上长老之中 实力最弱的 也是宁魂镜 以你们十四名宁魂镜高手之力量 足以将那绝世神功解开封印了 一声声惨叫之声 此起彼伏 很快 惨叫声就低沉下来 然后 尘封看到 那十四条通道 周围的墙壁上 忽然出现了无数的裂缝 石壁瞬间均裂 然后无数巨大的石块 从上面掉落下来 瞬间 大厅前面这一片巨大的山腹 便瞬间垮塌 露出来一座大殿 这座大殿 比现在尘封等人所在的大殿 还要广阔上百倍 方圆足有数万米 尘封怀疑 这里是不是已经将整座山腹给挖空了 怎么可能如此巨大 这座大殿地面之上 铺的全部都是上等的杨枝白玉 墙壁之上镶嵌了无数珍宝 在大殿的尽头 是一座巨大的黄金之门 足足高达数千米 如同传说中的天界之门 门上雕刻着两条巨龙 正面则是印着一幅阴阳图 黄金大门 无比喧赫 尘封倒吸一口凉气 这应该才是阴阳大帝灵寝的真正入口 楚少阳激动无比的大步向前走去 他来到大殿中央 猛然跪倒在地 然后高声喊道 弟子楚少阳 继承阴阳大帝之一波 获得阴阳大帝之传承 有资格进入大帝之灵寝 弟子将十四名宁魂敬高手谢绩 还望绝世神功现身 这时候 尘封目光之中 灵力光芒一闪 忽然直直接从棺材之中凌空跃起 从高台之上 跃出百米 断跃刀出鞘 带着灵力无比的姿态 向着楚少阳狠狠斩去 尘封眼中 满满的都是凶狠的杀鸡 无道之路 有我无他 道路艰险 只容一人通过 阴阳大帝的传承 如果被楚少阳得到 那么我 就将一无所获 所以 楚少阳必须死 楚少阳此时 心中得意满满 自认为一切都在算计之中 他根本都没有料到 在他身后 竟然还有尘封准备偷袭 他根本没有任何的防备 直接就被尘封一刀 狠狠地 斩在左肩之上 砰的一声巨响 他发出一声淒厉的惨叫 左臂几乎被整个斩断 鲜血狂喷而出 他直接被斩飞出去十几米 重重地撞在大门之上 鲜血将大门染红 他猛然回身 看着尘封 眼中露出惊怒之色 你是谁 什么时候来到这里的 尘封默不作声 只是一声利和 杀 楚少阳眼中闪过一阴冷之色 说道 我知道了 你肯定也是得到了阴阳大地的传承 来到了这里 却正好跟我撞在一起 他看着尘封 目光之中露出极度阴冷之色 寒生说道 阴阳大地的传承 只有我一个人能得到 其他所有妄想得到之人都要死 他这话说的霸气十足 好像理所当然一样 就好像他这句话说出来 就是真理 尘封一言不吭 断月刀 又是斩到了他的面前 楚少阳冷哼一声 不屑说道 刚才被你中伤 是因为被你偷袭 毫无防备 现在我有了防备 你以为你 还能杀掉吗 说着 他深吸一口气 在尘封视线中 感觉楚少阳 竟是瞬间精光大放 整个人 身体变成黄金之色 看上去坚固无比 喧赫无比 他一拳轰击而出 毫无花哨 就是只用拳头 拳头和断月刀 重重地撞在一起 尘封感觉胸口烦闷 一口鲜血喷出 双臂被震得骨头几乎碎裂 他蹬蹬蹬连退了十几步 虎口流血 差点连断月刀 都都没有拿住 而楚少阳 则只是退了一步而已 他看了看他的拳头 上面根本没有一丝一毫的伤痕 楚少阳看着尘封 傲然说道 看到没有 这就是天赐神体的威力 天赐神体 这是什么 尘封顿时一惊 暗老的声音在他耳边响起 天赐神体 此人竟然是天赐神体 他接着解释说道 尘封你乃是神级血脉 但是你的神级血脉 和天赐神体相比 却还差了很多 本章完 第1046章 九阴九阳神功 你只是血脉是神级 而他的天赐神体 乃是身体 从肌肉到骨骼到血脉 再到皮肤 每一分每一寸 全部都是神级 比你的神级血脉 还要高出很多 楚少阳哈哈狂笑道 我让你死也做个明白鬼 我的天赐神体 名为金刚不坏体 随着修为的增高 金刚不坏体 也会变得越来越强 我现在已经是天合九星修为 我的金刚不坏体 你根本无法对其造成任何一点伤害 说着 他大踏步向前 没有丝毫的花哨的招式 只是一拳 向着陈锋轰去 陈锋也是一拳轰击而出 黄雷碎五月 结果 雷电光球轰击在对方的黄金拳头上之后 直接就被震碎 根本没有对楚少阳造成任何一点伤害 而楚少阳的拳头 打在陈锋身上 顿时将陈锋右胸打出来一个巨大的血洞 拳头直接插入陈锋胸口 一直从陈锋后背之上透了出来 心血狂喷 然后 他又是一拳轰在陈锋肚子之上 砰的一声巨响 将陈锋肚腹之处打得血肉模糊 骨骼尽碎 飞出去十几米远 这两拳就已经把陈锋打得重伤冰死 他心中惊骇无比 这楚少阳 实力怎么会如此强大 我完全不是对手 没有任何反抗之力 陈锋目光之中 甚至露出一抹绝望之色 在所有同龄人之中 他一直是实力最强之人 但是此时 碰到这楚少阳 竟然是完全将他碾压 两者明明年龄相仿 楚少阳实力 却是远远胜过于他 就算是不动用金刚不坏体 陈锋也绝非动手 而且 他还具有天赐神体 此时 陈锋甚至对自己的自信都动摇了 这个楚少阳 真的是全方面超越自己 陈锋心中 都是不由得涌起浓烈的极度之情 楚少阳挥舞着拳头 俯视着陈锋 说道 我虽然只是天和九星 但是 动用了金刚不坏体之后 就连天狐进高手 都不是我的对手 更别说你了 这时候 陈锋脑海之中 忽然闪现过无数画面 有失踪的师父 有师姐韩月 有 陈锋心中 忽然涌起一股万丈豪情 瞬间强烈的自信恢复 一个声音在心中怒吼 我还要去找到师父失踪之谜 我还要去找师姐韩月 我还要成就无上巅峰 踏足大陆之巅 我 怎能就这样轻易认输 怎能就这样轻易死去 这股气势 支撑着陈锋站起身来 看着楚少阳 大吼道 哎 一站 陈锋身子摇摇欲坠 浑身欲血 但气势冲天起 强横无比 楚少阳也是一惊 接着就争宁说道 既然 你找死 那我就成全你 而正在此时 两人身后大门之上 忽然发出一阵轰鸣 接着 就又是发出更加剧烈的颤抖 然后 大门轰然打开 而从大门之中 有无数红色气息和黑色气息 流转而出 最终 这无数红气和黑气 凝结成了一头巨龙 这头巨龙 足有数千米长 身体巨大 如同一座山一样 这大厅如此巨大 但是感觉巨龙在里面都是 有些憋屈 而更让人震惊的是 巨龙身体一半火红 一半漆黑 一半炽热如火 一半森冷如冰 巨龙看着他们两个 眼神淡漠 忽然发出一阵浩大之音 你们两个小辈 竟敢打扰我的睡眠 当真是该死 说着 身上散发出来气势 刚才楚少阳的金刚不坏体 气势就已经非常强大 但是巨龙身上气势散发出来之后 比它强大 何止百万倍 楚少阳直接被压得金刚不坏体消失 砰的一声 跪在地上 根本起不来 陈锋震惊无比 这这是何等强大的气势 陈锋想起 当初被涂玉武用气势压地趴在地上起不来 但是涂玉武的气势 根本比不上他眼前这巨龙的万分之一 陈锋心中暗道 暗老 这头凶灵 好像比地下海洋中的那个更加巨大 暗老呸了一声 说道 没见识的家伙 这哪里是什么凶灵 凶灵怎会如此惶惶正大 光明强横 这分明就是一门绝世神宫 什么 绝世神宫 陈锋一听 完全震惊了 在他的想法之中 所有的武技功法 都是被记载的 不论是记载在石板上 还是羊皮卷上 或是古籍上 但怎么可能会是眼前这个样子的呢 这 这分明就是一头强大的生物啊 暗老说道 真正强大的神宫 根本不是用普通的方式传承的 这些神宫武技 自己就已经产生了灵魂 有自己的灵智 不光是武者得到他们 他们也会选择自己的主人 若是投缘的武者 甚至会主动依附 而一旦他们的主人死去 他们就会重新恢复自由之身 变成这个样子 甚至 他们可以凝结为实体 尘封震惊惊了 他赶紧问道 这样的神宫 是什么级别的呢 玄疾 还是地疾 暗老说道 这样的神宫 最差最差 也是天际功法 尘封心中涌起一阵 难以言语的激动和震撼 天际功法就在自己眼前 这不就是自己来到阴阳大帝 灵晴所追求的神宫吗 巨龙身上 散发出来的气势 越来越强 楚少阳都快被压成肉饼了 反倒是尘封 没那么厉害 恰恰相反 他感觉 受到这巨龙气息的牵引 自己体内的阴阳之力 蠢蠢欲动 有一种很清静的感觉 楚少阳大喊道 这位前辈 我得到了阴阳大帝的传承 获得了进入灵晴的资格 请不要误伤啊 巨龙的目光 在两人身上一转 气势稍微收敛了一下 他的声音好大至极 你们可知道 这里是什么所在 知道 知道 这里是阴阳大帝的灵晴 而您 则是强大的神功所化 楚少阳抢着回答道 巨龙纠正道 不是强大的神功 而是强大之极 英明神武 毁天灭地 不是神功所化 两人听了 都是一阵恶寒 这头巨龙 很有个性啊 巨龙看着两人 缓缓说道 无名 九阴九阳神功 五指主人 乃旷古朔金 阴阳大帝 无乃其一手所创 本章完 第一千零四十七章 选谁 我能感觉得出来 你们都获得了进入灵晴的资格 所以 我需要考虑 楚少阳 还有陈锋 我到底任你们之中 哪一个为主人 楚少阳听了这话之后 非常得意 一脸理所当然的样子 说道 那还用问吗 当然是想找我了 他示威一般地挥舞了一下拳头 对着巨龙说道 前辈 你看看我 我实力如此强大 远远胜过我身后这个废物 而且 我还有天赐神体 金刚不坏体 实力远远胜过于他 选择我 才能更大的 发挥出您的威力啊 巨龙看着他 冷哼一声 放肆 说着 一股威压压了下来 直接将楚少阳压地趴在地上 狂喷鲜血 他感觉自己浑身骨头 都要断了一般 赶紧大声求饶 前辈 前辈 我知错了 我再也不敢如此放肆了 巨龙冷哼一声 这才受了气势 而陈锋 这段时间在旁边一直一语不发 他在想着 自己应该采用什么策略 应该说什么话 才能让这头巨龙选择自己 他没有贸然发话 此时看着楚少阳如此狼狈 陈锋嘴角露出一抹笑意 他心中暗爽 叫你多嘴 而这时候 巨龙看向陈锋 冷冷说道 你也不是什么好人 暗中偷袭 结果还是让人打得如此凄惨 真是丢人 没错 没错 楚少阳在旁边添油加醋说的 前辈 您若是选择了这么一个废物 说不定刚出去没几天 他就被人给打死了 那您多冤枉呀 毕竟 如果主人死去的话 您就必然会回到这里 而这里不知道多少年 才会进来一个新人 您只要是 没有新的主人 就会一直在这里 日子过得多无聊 除了沉睡 什么都干不了 他一脸自信说道 所以 您一定要选择一个强大一些的人 巨龙听了 沉沉点头 目光之中露出思索之色 显然 颇为认同他的话 陈锋一听 顿时有些急了 他心中心思急转 赶紧说道 前辈 话可不能这么说 您想 若是他本身实力强大 您就算是选择了他 对他的帮助 也不过就是那样而已 而若是 您选择了一个实力弱小之人 对他的帮助将会更大 会给他带来极为彻底的改变 像您这样强大至极的存在 难道不应该选择一个 更有挑战性的吗 只有这样 才能显出您的强横来啊 一听这话 巨龙脸上露出一抹笑意 很是有些得意的样子 他洋洋自得说道 你这个小家伙 倒是会说话 没错 就是这么个道理 我老人家实力如此强大 确实应该做一个 更有难度的挑战才对 楚少阳心中暗骂 他娘的 这个小兔崽子 怎么嘴上功夫这么厉害 他一看巨龙如此认同 陈锋的话 顿时极了 他也是心思灵巧 口舌便吉之辈 赶紧说道 前辈 话不能这样说啊 让弱者变强 是很多功法都能做到的事情 哪怕是一些垃圾功法都可以做到 而让强者变强 那才是真正强大的神功才能做到的 是不是 巨龙听了 也是微微点头 这话说的倒也有些道理 接下来 两人唇枪舌剑 互相争论 这巨龙的性格 似乎非常优柔寡断 犹豫不决 一时间觉得 陈锋说的也对 楚少阳说的也对 根本无法做出决定 两人足足吵了一个时辰 说得口干舌燥 也没有分出一个胜负 巨龙最后实在不耐烦了 怒声说道 好了 你们两个小兔崽子 都不要吵了 声音宏大 将两人震得差点晕死过去 然后 巨龙缓声说道 主人曾经跟我说过 如果以后无法做出判断的话 就用这一招来 衡量你们 楚少阳听了之后 赶紧问道 哪一招 巨龙脸上露出一抹阴险的表情 说道 那就是 用气势来进行压制 什么 用气势来进行压制 那太好了 一听这话 楚少阳立刻得意说道 好 那就请前辈用气势来进行压制 他满脸得色看着陈锋 傲然说道 我可是金刚不坏体 又是天和九星 实力比你强大 不知道多少 你能在前辈的气势之下 支撑多久 我绝对会比你时间长得多 陈锋微笑说道 既然这样 那不妨试试 其实 听巨龙说出 用气势压制这话 陈锋心中也是一喜 他想到了刚才 刚才楚少阳 被气势压得趴在地上爬不起来 而他却是根本没有任何的影响 巨龙微笑说道 已经准备好了是吧 那我可就要开始了 说着 他身上气势陡然攀升 向着两人压了过来 只不过这一次 他一开始并没有动用很强的气势 而是循序渐进 一开始的气势 比当初压两人的时候腰弱得多 所以 楚少阳能坚持着站直了身体 但是随着气势的逐渐加强 楚少阳的身体 也不由地向下弯曲 他先是低着头 死死地咬着牙 浑身肌肉紧绷 但是毫无用处 还是被压得 逐渐弯下了腰 巨龙的气势逐渐增强 在大约一炷香时间之后 楚少阳终于扛不住 砰的一声 直接被压得单膝跪倒在地 这时候 他仰天发出一声愤怒咆哮 身体表面金光闪烁 直接发动了金刚不灭体 天赐神体果然强大 他发动了金刚不灭体之后 浑身钢筋铁骨 强横无比 竟是直接站直了身子 他此时极为得意 头也不回 冲着身后的尘封哈哈笑道 看到了吗 这就是我金刚不坏体的强大之处 我发动了我这样的天赐神体之后 能在这气势之下撑很久 你呢 你现在怎么样了 哈哈 你只怕已经被这气势 给压得趴在地上起不来了吧 在他的料想之中 陈锋此时一定是被压得趴在地上 甚至都无力坚持跪在地上 而他说完之后 听见身后没有动静 顿时更加得意 他哈哈狂笑道 原来 你竟然已经被这气势给活活压死了 哈哈 传承现在归我了 本章完 第1048章 突破 疯狂突破 然后 他看着巨龙 说道 前辈 现在陈锋已经被压死 得到阴阳大地 传承的 只剩下我一个了 你应该选择我了 他神色极为的得意 甚至语气都有些不客气起来 看着巨龙说道 赶紧撤掉气势 巨龙神色立刻变得冷了下来 你是在命令我吗 楚少阳一听 心中顿时涌起一阵后悔 知道刚才自己的语气有些不好 但是他也有所依仗 现在陈锋已经死了 只剩下他一个人了 巨龙根本没得选 九阴九阳神功 只能选择归附于自己 于是他皮笑若不笑 语气颇为强硬地说道 晚辈刚才说话是有些冒失 那么现在晚辈 请前辈撤去气势 可以吗 毕竟 现在在用气势压我 已经毫无意义了 现在只剩下我一个传承者 不是吗 巨龙眼中露出浓浓的讽刺之色 你回头看看 一听这话 楚少阳心中立刻闪过一抹 非常不妙的感觉 他赶紧回头看 然后他一双眼睛 立刻睁大了 眼中露出了不敢置信的神色 惊呼道 你 你怎么可能 现在还能站着 原来 他回过头来 才看到陈锋 竟然还站在那里 而且 陈锋表情非常轻松 看上去毫不费力 根本就不像他一样 费尽九牛二虎之力 才能站立 陈锋看着他 嘴角露出一抹 机翘的微笑 说道 你做不到 不代表别人也做不到 此时 巨龙看向陈锋 目光之中 微微有神光闪烁 有一丝了然 此时 陈锋真的感觉非常惬意 巨龙压下来的气势之中 竟然蕴含着那么一丝 对于阴阳之力的理解 这激活了 他体内的阴阳之力 此时他体内的阴阳之力 不断游走 陈锋感觉 身体一阵懒洋洋的 说不出的舒服 根本就不会被压弯 而这时候 巨龙目光一闪 气势暴增 楚少阳直接被压得双膝跪地 差点就直接趴在地上 然后他向陈锋看去 见陈锋也是摔倒在地 他立刻得意地哈哈大笑 原来你也撑不住了 你刚才是不是在装样子 巨龙冷冷的声音传来 蠢货 看清楚再说 楚少阳仔细看了一眼 顿时大惊说道 你 你竟然在修炼 原来 陈锋此时盘膝而坐 神色悠闲 体内一阵阵灵气波动涌出 竟然是在修炼 原来 刚才巨龙加大气势之后 他对于阴阳之力的理解 更是提升了一个层次 直接激发了陈锋体内的化气觉 化气觉自行运转 开始疯狂转化阴阳之力 陈锋身上 气势不断攀升 此时他体内的化气 绝在巨龙气势的刺激下 以超过之前十倍的速度运转 阴阳之力不断地被吸入他的体内 一滴一滴的真元急速转化 不断地滴入陈锋丹田底部那条天河之中 很快就已经转化了十滴 过去需要三五个时辰才能转化十滴 而现在只用了短短一盏茶的时间 陈锋身体表面一道光柱闪过 在他身后天河图案骤然出现 天河刚出现的时候 只有五颗星辰 但是转瞬之间就又多了一颗星辰 变成了六颗 看到这一幕 楚少阳完全惊呆了 他满脸不敢置信地回过头来 看着巨龙似乎是要求证什么一样 声音尖色说道 他 他竟然在突破 他觉得自己快憋屈死了 我如此艰难地在抵抗这股气势 而陈锋 竟然是借着这股气势在突破 巨龙缓缓点头 眼中闪过一抹了然之色 轻声说道 原来如此 说着他直接撤去了气势 楚少阳获得一下跳了起来 高声喊道 为何要撤去气势 巨龙说道 因为我已经做出决定了 什么决定 楚少阳心中涌起一股不妙的预感 他知道巨龙这样说 绝对不是选择了自己 咦 不对 巨龙忽然伸出巨大的爪子 挠了挠头 摇头说道 不对 说着 他忽然身上气势又是出现 这一次比刚才要强大得多 直接将楚少阳压得趴在地上 摔了个狗吃屎 楚少阳精神已经快崩溃了 怒声喊道 你不是说 已经做了决定了吗 为何又要使用气势压我 巨龙一本正经说道 因为我发现 只有我用气势压他的时候 这个小家伙突破的速度 才会加快 刚才我一撤去气势 他修炼的速度 顿时就变慢了 楚少阳听了这话 气得脑袋发昏 恨不得要破口大骂 我之所以遭受这种勿望之灾 被压在地上 就是因为巨龙要给我身后 那个废物 创造便利啊 此时 巨龙的气势不断增强 而在巨龙气势的带动之下 话气绝转化的速度 也是越来越快 轰的一下 尘封表面 又是出现一道光柱出现 背后天河之中 星辰数量又是增加了一个 然后 过了一盏茶的时间 星辰数量又是增加了一个 竟然达到了八颗星辰 看到这一幕 楚少阳惊呆了 惊声喊道 怎么会这么快 我修炼的速度 也不可能达到这么快的 我可是天之骄子 天赐神体 天赋绝高之人 难道他修炼的速度 还要超过我 他备受打击 不敢相信自己看到的这一幕 此时 尘封感觉身体上下舒畅无比 真缘澎湃 实力在不断地增强 尘封的话气绝 就在刚才 就已经突破到了第三层 实力不断增强 而且 这也治愈着他身体的伤势 他身体内外所有伤势 全部被这预色真缘 所散发出来的力量 轻松治愈 尘封发现 预色真缘不但极为强大 让自己的实力 远远超过同等级的对手 可以跨级挑战 更是拥有强大的治愈能力 让尘封伤势恢复的能力变强 尤其是他每次晋级的时候 伤势都会恢复很多 化气绝依旧在运转 预色真缘 如同下雨一般 不断往下掉 让尘封实力急速提升 但是尘封明显感觉到 化气绝转化的速度 已经比刚才慢了许多 忽然 轰的一声 化气绝形成的 那太极阴阳图案 直接消散 而尘封的实力 也是定格在了天和八星 本章完 第1049章 为何非要比我打你脸 尘封心中怅然若失 化气绝恋到了巅峰 自然就消失了 他无法让自己 踏入更高境界 此时 尘封体内的阴阳之力 已经是被转化了千分之一 这千分之一的阴阳之力 也直接让他的实力 提升到了天和八星 此时 尘封身后天和之中 八颗星辰璀璨异常 尘封缓缓站起身来 睁开眼睛 双臂一震 浑身骨骼爆响 气势瞬间暴涨 竟和楚少阳不相上下 楚少阳回过头来 忽然喊道 前辈 你是不是已经选他 作为传承之人了 巨龙缓缓点头 没错 我已经选择了他 我不服气 他目光之中 满满的都是愤怒之色 他就算是突破之后 也不过是天和八星而已 还不如我天和九星 而且 我用了金刚不坏体之后 他更不可能是我的对手 凭什么你要选择他 作为传承之人 他愤怒至极地咆哮道 我可是天字神体 我可是金刚不坏体 陈锋微笑说道 楚少阳 我本不想打你的脸 你为何非要凑上来让我打 楚少阳脸色猙獰道 你什么意思 陈锋微微一笑 说道 天字神体算个屁 我是阴阳之体 阴阳之体 一听这四个字 楚少阳顿时惊呆了 他整个人失魂落魄 南南说道 怪不得 怪不得 他总算是知道 为何巨龙会选择阴阳之体了 巨龙的本体 可是九阴九阳神功 而阴阳大帝 也和阴阳之体 有极深的渊源 九阴九阳 肯定特别契合陈锋的阴阳之体 不选择陈锋 难道还会选择他吗 巨龙冷哼一声说道 而且 你刚才竟敢对我那般冒犯 你以为我只能选择你了 就露出巨傲之色 你的心情非常不正 光凭这一点 我也不会选择你 说着 他冷哼一声 赶紧滚吧 若不是 看在你也得到阴阳大帝传承的份上 我早就将你击杀 这时候 楚少阳却做了一个 尘封想不到的动作 他本来以为楚少阳一定会立刻离开 却没想到 楚少阳跪在地上 砰砰砰 向着巨龙连连磕头 口中哀求说道 前辈 刚才是我错了 弟子不该冒犯于你 弟子真心知道错了 求前辈再给我一次机会 他连连磕头 不断哀求 陈锋心中一领 此人能屈能伸 绝对乃是不可小觑的大敌 巨龙看着楚少阳 目光逐渐变得柔和起来 其实他是非常喜欢楚少阳的 楚少阳霸气十足 在楚少阳身上 他似乎能看到一丝 当年阴阳大帝的身影 他心中暗道 终归也是得到大帝传承之人 与我主人有缘 也罢也罢 他叹了口气 说道 你没有得到我这里的传承 但也不能让你白来一趟 说着 他手指弹了两下 两道玉色光芒 直接破空而出 进入楚少阳体内 然后 他淡淡说道 我已经许给你两桩好处 现在赶紧走吧 不要再纠缠了 楚少阳是一个狠知进退之人 他刚才那样做 就是为了得到好处 现在好处到手 丝毫不停留 都没向巨龙道谢 立刻起身 极为怨毒地看了陈锋一眼 迅速离开这里 巨龙看向陈锋 目光异常复杂 他看着陈锋 说道 其实你应该心里很清楚 楚少阳 他的实力还有天赋 都绝对要胜过于你 陈锋点头 没错 巨龙接着说道 我之所以选择你 只是因为你的阴阳之体 仅此而已 巨龙其实对陈锋 不那么满意 如果陈锋能够和楚少阳 合二为一 那他就最高兴了 但可惜根本不可能这样 陈锋继续点头 巨龙肃然说道 我虽然选择你为主人 但是并不意味着 你可以控制我的一切 如果你以我之力为非作歹 屠杀生灵 我一样会脱离你的控制 并且将你击杀 陈锋正气浩荡 凛然说道 这一点 请前辈放心 我陈锋绝非滥杀无辜之人 我的大阿修罗法乡 灵力刚猛 但这灵力刚猛 只对作恶之人 巨龙点点头 接着说道 还有第二点要求 便是 你既然继承了九阴九阳神功 就要继承 我主人生前之愿望 陈锋赶紧问道 阴阳大帝生前的愿望是什么 巨龙摇摇头说道 以后你就知道了 现在还不能告诉你 陈锋点头 好 巨龙露出一丝满意 说道 其实我看得出来 你的心性要比楚少阳好很多 武道之路 心性也是极为重要的 巨龙说道 我名九阴九阳神功 现在我就跟你仔细说一下 这九阴九阳神功 到底是有什么样的好处 陈锋聚精会神地听着 他很想知道 这最低也是天极 甚至超过了天极功法的九阴九阳神功 到底是何等样的强大 见他听得认真 巨龙微笑说道 这九阴九阳神功 一共有三个好处 第一个好处便是 他看着陈锋 目光之中露出一抹诡异而森然之色 哪怕这天下 所有的修炼资源全都消失了 只要还有人在 只要还有武者在 你一样可以修炼 你一样可以踏足巅峰 什么 陈锋听了之后 浑身一颤 目光之中露出骇然之色 忽然 他似乎想到了什么可怕的事实 顿时发出一声惊呼 喊道 你的意思是 这九阴九阳神功 竟然可以吸收其他武者的力量吗 巨龙微笑着纠正说道 是吞噬 惊吞 他的笑容之中充满着一丝灵力骇然 天下武者 不过就是分五行而已 而五行都是出自阴阳 阴阳乃是五行之本源 所以 你修炼了九阴九阳神功之后 可以直接吞噬武者的刚气 真元 来进行修炼 陈锋听了 之后震惊无比 浑身颤抖 因为他知道 这样的功法代表着什么 固然强大无比 但是也是充满了邪气 这让他怀疑 九阴九阳神功 是不是什么邪魔外道神功 本章完 第1050章 魂武双修 虽然他没有开口问 但是巨龙也看出来了 冷哼一声 说道 我知道你心里想的是什么 但是神功只是一种工具而已 决定神功用的好坏正邪的 还是人 你用这件功法做坏事 再怎么光明正大的功法 也是邪功魔功 你若用邪功魔功来做好事 那么再阴读的功法 也都是堂堂正正 陈锋悚然一惊 立刻浑身透了一层冷汗出来 他赶紧站起身来 深深鞠了一躬 郑重说道 晚被受教了 巨龙微微点头 汗手说道 你悟性还算不错 并非是那种 石骨不化的固执之辈 说着 他目光之中露出一抹萧索之色 陈锋问道 难不成 之前前辈碰到过这种人吗 没错 巨龙缓缓点头 目光之中露出一抹追忆 说道 大约一百年前 有一个人 进入阴阳大地陵墓之中 也来到了这里 他天资绝高 远胜过你和楚少阳 而且他的霸气 也绝对比楚少阳要强 甚至 他也是阴阳之体 他的一切 都极为符合我的要求 但可惜 此人极为顽固 认为九阴九阳神功极为邪恶 不是正派 我选择了他 结果他甚至还想灭掉我 当然 最后被我击败 最终我还是不忍毁掉这么一个天才 于是将他送了出去 没有杀他 陈锋听得心惊胆战 世间竟然还有如此精彩绝艳之人 竟然凝结了自己和楚少阳的所有优点 陈锋问道 他叫什么名字 巨龙说道 此人名为秦无敌 秦无敌 陈锋将这个名字牢牢地记在心里 巨龙摇了摇头 有些伤感地说道 算了 不提他了 然后他说道 我再接着说第二个好处 第二个好处便是 九阴九阳神功 不但是修武者之路的一个神功 也是修魂者之路的一个神功 也就是说 修炼九阴九阳神功 不但可以增强你的真元 更是可以增强你的精神力 他看着陈锋 说道 你既然是阴阳之体 那么想必也知道 魂者是怎么回事了吧 陈锋点头 我知道 他脸上露出惊喜之色 说道 没想到九阴九阳神功如此神奇 竟然可以同时修炼武者之道 和魂者之道 这乃是魂武双修的强悍法门 巨龙傲然说道 要不然阴阳大帝 怎么会把这门神功 作为四门压箱底的强悍神功之一 放在灵墓的四个入口呢 他看着陈锋 说道 九阴九阳神功 不但能够吞噬武者的真元 刚气 而且可以吞噬魂者的精神力 当然 有些功法 也可以通过炼化灵兽内丹的方法 将灵兽内丹体内的力量 提取入自己的体内 将其吸收 陈锋点头 没错 是有这样的功法 这样的功法 跟九阴九阳 神功比起来 那就是个渣 巨龙哈哈笑道 九阴九阳神功 根本不用炼化 直接就可以吸收 根本不用那么费劲 而且 这世间有一种灵兽名为魂兽 这种魂兽对应的人类里面的魂者 主要以精神力作为战斗方式 九阴九阳神功 也可以直接吸收魂兽的精神力 陈锋听了 只能是不断赞叹 九阳九阴神功 实在太厉害了 厉害到了 他根本不知道该说什么的程度 然后巨龙又说道 第三个好处则是 九阴九阳神功 只要有足够的真元和精神力 可以吸收根本就不存在瓶颈这一说 可以直接帮你突破更高的境界 陈锋大喜说道 前辈 还有其他的好处吗 巨龙非常不满地瞪了他一眼 说道 有这两个好处 就已经是其他人梦寐以求的了 你还想要其他好处 未免也太贪心了吧 陈锋赶紧挠了挠头 说道 前辈说得对 我有些贪心不足了 这时候 巨龙忽然又说道 当然 有这么多好处 还有一个弊端 陈锋赶紧问道 那弊端是什么 巨龙说道 你修炼了九阴九阳神功之后 就相当于是魂武双修 而如果你的魂者境界没有突破的话 那么舞者境界也不会突破 什么 陈锋听了之后 顿时呆了 虽然他在成为阴阳之体之后 已经有了庞大精神力 有了成为魂者的资本 但是他现在根本还没有觉醒魂者 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觉醒 那岂不是说 自己从现在开始 就将很长一段时间之内再无寸境 巨龙看了他一眼 懒洋洋说道 不用担心 你体质特殊 至少要到天湖境以上 才会觉醒魂者 陈锋一听 这才放下心来 巨龙说道 好处坏处都说完了 你还有什么要问的吗 陈锋赶紧问了几个疑惑 巨龙都是一一回答 对了 前辈 陈锋忽然问道 你刚才说 阴阳大帝把四门强悍的神功 放在四个入口 也就是说 这座地藏 除了这里之外 还有另外三个入口 而每个入口 都封印着一种强大的神功吗 他说这句话的时候 脸上露出丝毫不加掩饰的 惊喜激动之色 光是一个九阴九阳神功 就已经强大到了极点 其他三门神功 如果都被自己得到的话 那自己的实力岂不是 陈锋想想 就激动得浑身哆嗦 九阴九阳神功说道 没错 除了我之外 另外三个入口 也都封印了一门神功 每一门 神功都是非常强大 不次于我 他这话刚说完 忽然露出了一副 说漏了嘴的表情 立刻纠正说道 说错了 说错了 他们都比我差远了 他脸上露出一丝得意 说道 我是功法 而他们三个都是武技 没有功法只有武技 有个屁用 我才是一切的源头 所以我比他们要强大得多 陈锋赶紧附和说道 没错 没错 功法才是根源 有了前辈才有一切 巨龙哈哈大笑 陈锋这个马屁 拍得他很是惬意 今天至少还有四张 本章完 第1051章 乾坤雷霆展 巨龙说道 跟你交代完这些 我就要进入你的脑海之中 然后把所有的信息 都灌入你的体内 让你继承九阴九阳神功 不过在此之前 还有件事要做 陈锋诧意问道 什么事 巨龙不屑地冷哼一声 看看你现在修炼的这破武技 都是什么 怎么能配得上 我九阴九阳神功如此强大的功法 我来给你改良一下 说着 他手指轻轻一弹 陈锋忽然就发现自己的身体 完全不受自己的控制了 他不由自主地 将乾坤三重斩 从头到尾试了一遍 尽管第三重斩 他现在还没有领悟 但是基本的动作和心法 被他使用出来了 而雷霆霹雳拳也是如此 被他从头到尾给用了一遍 好一会儿之后 陈锋方才停了下来 他看着巨龙目光之中 震惊之极 他没想到 巨龙如此强大 竟然可以如此轻易地 就操控自己的身体 巨龙看着陈锋的表情 洋洋得意笑道 这算什么 当初我跟随阴阳大帝的时候 死在我手下的强者 不知道多少 当初 甚至击杀宁魂进高手 都根本用不着 我动手 主人会觉得 那样太小题大做了 然后 他便微微闭上眼睛 似乎陷入沉思之中 陈锋也不敢打扰他 过了好一会儿之后 巨龙忽然睁开眼睛 巨大的龙爪轻轻一弹 然后 一个大约有拳头大小的光点 就向陈锋飘了过来 光点如同萤火虫一般 钻入他的脑海之中 转瞬不见 陈锋没有任何的抵抗 他知道 巨龙不会伤害他 而且瞬间 陈锋就感觉自己心中 似乎若有所悟 在他脑海之中 此时雷霆霹雳拳 一招一式 都在自动闪现 而乾坤三重斩 也是不断的闪现 一把长刀凌空斩出 斩碎山月 一道人影跃起半空 一拳轰出 九道拳影肆虐朱天 而最终 这把刀和这个人影 融合在了一起 最终 陈锋看到 这个人影是挥舞着这把巨大的长刀 狠狠一刀斩出 天空之中 顿时电闪雷鸣 雷霆霹雳不断涌现 就好像天穷都被劈开 然后 陈锋默然睁开眼睛 满头大汗 骤然惊醒 他站在原地 不断动作 似乎在模拟着什么 这个动作 持续了几百几千遍 时间一点点流逝 终于 陈锋眼中 神光大放 在他手中 断月刀骤然出现 然后陈锋大步向前 每一步都沉重无比 脚踏实地 似乎有数万斤之力 要将这大地踏碎一板 他一边向前 手中长刀 一边疯狂挥舞 每一刀斩出 都会出现一个长达三米 粗如大腿的巨大雷电光芒出现 雷电光芒 形成了一个巨大的雷光电网 忽然之间 陈锋身子骤然向前翻滚 他一边翻滚 一边挥舞着手中的长刀 在他周围 形成了一个巨大的雷光电轮 这个雷光电轮 不断向前滚动 威势强横无比 似乎能阴灭一切 最终重重地轰击在石壁之上 竟连着石壁 都是发出轰然巨响 巨龙在旁边 脸上露出一抹得色 微笑说道 虽然实力还很弱 但是能撼动大地 亲手加持的这座陵墓的石壁 威力也还算看得过眼了 至少 不给我老人家丢人了 陈锋站起身来 满头大汗 气喘吁吁 甚至身体有些颤抖 显然 这招对他来说消耗极大 他看着巨龙 满脸感激之色 说道 前辈 多谢 巨龙摇摇头 帮你就是帮我 这刀法融合了你的雷霆霹雳拳 和乾坤三重斩 那么 就叫它乾坤雷霆斩吧 好 好名字 陈锋鼓掌笑道 当真是霸气 也只有前辈这种 见识高明的人 才能起出这样高明的名字来 像我 绝对就想不到的 他知道这家伙喜欢被人吹捧 因此总是有意无意地捧他一下 果然 巨龙哈哈大笑 点了点他 你这小子 真会说话 陈锋将这第一招命名为 雷玉轮光斩 巨龙发出一声漫天长吟 好了 该说的都说了 该做的也做了 下一刻 我就要进入你的脑海之中 从此之后 九阴九阳神功 就由你来继承 说着 他身体骤然向前冲去 陈锋根本猝不及防 感觉 这一头如同山岳一般的巨龙 直接向着自己撞来 似乎 自己下一瞬间 就被撞得粉身碎骨 但巨龙却是直接消失在他的面前 再也看不到 然后陈锋就感觉 自己脑海之中 似乎被塞入了无数混乱的信息 脑袋胀得几乎要炸开 陈锋死死地咬着牙 发出凶狠的咆哮 控制着自己没有晕倒过去 陈锋几乎已经感觉不到时间的运行 过了不知道多久 脑海之中的胀痛 才逐渐消失 陈锋常常叙了口气 脑海逐渐变得清明下来 然后 他开始仔细体察脑海之中被灌注入的那繁复信息 这些繁复信息正是九阴九阳神功 许久之后 陈锋嘴角露出一抹了然笑意 九阴九阳神功是吧 现在我便修炼一下 看看这神功到底是何等神妙 我现在最迫切的就是练化体内这些阴阳之力 毕竟这些阴阳之力存储在我的体内极为不稳 只要是稍有一动 我的身体立刻就会炸裂开来 练了那么久化气绝 也只是将这阴阳之力给练化了千分之一而已 陈锋不知道九阴九阳神功需要多久才能将其炼化 然后 陈锋开始修炼九阴九阳神功 刚刚一运转九阴九阳神功 陈锋锋立刻就感受到了其中那浩大不凡之处 刚一运转 陈锋就感觉脑海之中瞬间一空 仿佛只剩下一个高达万丈的巨大身影 在缓缓说着什么 接着 这巨大身影轻轻弹了几下 陈锋体内那强大无比的阴阳之力 竟是直接被分成了九条 这九条阴阳之力 每一条都是化作了一个巨大无比的雷电光龙 然后 这雷电光龙奔行而出 直接来到陈锋丹田之中 竟是硬生生地将陈锋丹田给撑大了三倍 还有三张 正在努力码字中 本章完 第1052张 再战邓向财 陈锋丹田一阵剧痛 但是他死死地咬着牙 撑了下来 疼得他脸色发白 浑身颤抖 汗如雨下 但他终归是坚持住了 这雷电光龙 进入陈锋的丹田之后 直接来到了丹田的最深处 然后潜伏下来 陈锋轻轻吐出一口浊气 睁开眼睛 浑身放松 身子一软 直接倒在地上 他抬头看着高大的垫顶 嘴角露出一抹微笑 因为他感觉自己体内那些阴阳之力全部消失 尽数化作雷电光龙啊 再也没有了暴体而亡的危险 九阴九阳神功果然神异无比 第一次修炼就化解了我体内如此巨大的危机 至于那九条雷电光龙有什么效果 我还真是非常期待呢 青森山脉 陈锋从山谷之中离开之后 没有丝毫的停留 直接向着紫阳剑场的方向而去 前面是一条山道 陈锋正在其中急速奔行 忽然 他感觉到一股庞大的气势 向着自己这边不断接近 很快 这股庞大的气势就来到了近前 陈锋脸上露出一抹冷笑 他已经感觉到了 这股气势强大 而且颇为熟悉 如果我猜测不错的话 陈锋嘴角露出一抹冷笑 缓缓说道 应该是邓相才到来了吧 说着 他转过身来 站在山道之中 面向气势传来的方向 不闪不闭 很快 气势便是来到近前 邓相才如同一座傀儡金刚一样 大踏步走了过来 直接来到陈锋面前 他上下打亮了陈锋一眼 目光之中露出一丝诧异之色 你果真没有死 幸好 我没有离开青丰山脉 要不然 还真是会被你给逃掉 他看着陈锋 冷冷说道 我很奇怪的是 你竟然没有逃跑 陈锋微微一笑 我为何要逃跑 邓相才听了 顿时一愣 然后神色变得有些阴冷下来 你不逃 那就是死路一条 陈锋脸上 依然带着微笑 我看未必 有可能反而是你死路一条呢 听完这句话之后 邓相才更是呆了一下 然后他脸上 就露出极度不屑之情 发出一阵大笑 哈哈 陈锋 几天没见 你信心倒是长了不少呀 变得比之前更加狂妄了 他忽然脸色变得阴冷 猙獰起来 说道 难道你以为你现在是我的对手了吗 告诉你 再怎么样 你也不可能是 我的对手 这一次 我一定会斩杀了你 绝对不会再让你跑掉了 陈锋微笑说道 这也正是我想对你说的话 邓相才心中震怒不已 气得蹊跷生烟 火冒三丈 连连点头 狠声说道 好 小兔崽子 你有本事 你敢跟我如此说话 你等着 我这就要灭杀了你 说着 他身上气势暴涨 向着陈锋 缓缓走来 而陈锋微微一笑 身后一道天河骤然出现 天河之中 八颗星辰 缓缓闪烁 光亮璀璨 看到这一幕 邓相才顿时一震 惊呼喊道 你 你实力竟然已经是 达到了天河八星 怎么可能会突破得这么快 他心中震惊无比 要知道 陈锋之前实力 还不过是天河五星 而短短的一夜时间 竟然就已经突破到了天河八星 如此短暂的时间 如此厉害的突破 他都有点不敢置信 陈锋冷笑说道 这世间 你想象不到的事情还多着呢 只能怪你孤陋寡闻 邓相才看着他 脸上的震惊忽然消散 而是变成一抹贪婪之色 他看着陈锋 阴冷笑道 原来 这就是你的倚仗 只不过 你以为天河八星 就能够与我抗衡吗 告诉你 那是做梦 我可是堂堂天湖三星高手 实力绝非你能比的 你就算是天河八星 我依旧可以杀了你 让我猜一下 你应该是在那山谷底部 有所奇遇 所以才能一下子 实力突破如此之多吧 他看着陈锋 得意笑道 我待会儿会请住你 严刑拷打 将你口中的秘密拷问出来 能让你这个废物 短短时间提到了三个小境界 这个秘密绝对非同小可 说不定 这将是我成为绝世强者的一个契机 得到了这个秘密 我便可以踏足巅峰 说着 他阴沉之急地看着陈锋 说道 陈锋 你现在将那个秘密交出来 我还可以留你一个全尸 待会儿杀你的时候 我也会让你死得痛快一点 陈锋淡淡说道 若是我不交出来呢 你若不交出来 邓向才嘴角露出一抹很辣之色 那待会儿 你后悔都来不及了 我会以极为残酷的手段折磨你 让你后悔 为何来到这个世界 我们暗堂 很少会折磨敌人 一般都是直接杀死 但论起折磨敌人的手段来 执法堂那些小崽子 也比不过我们 陈锋嘴角露出一抹冷笑 你就这么自信 一定能够杀了我是吗 邓向才大笑 那是自然 你实力确实也提高了 但还是不是我的对手 陈锋冷喝道 那就一决高下吧 说着 段月刀骤然出现在他手中 然后一声利吼 向前斩去 邓向才也是一声爆喝 同样一拳轰击而出 他这一拳轰击出去之后 和陈锋的段月刀 重重地撞击在一起 陈锋此时 天和八星 他虽然只是天和八星的级别 但是战斗力 却是已经达到了天狐净一星 段月刀和拳头重重地撞击在一起之后 陈锋登登登 连退五步 而邓向才 则是后退一步 他看着陈锋 目光之中有一丝惊诧 说道 没想到 你看似天和八星 但实际战力 已经达到了天狐一星 不过那又如何 你照样绝非我的对手 陈锋一声怒吼 杀 段月刀 又是重重斩出 邓向才嘴角露出一抹轻蔑之色 同样一拳轰击而出 轻蔑说道 你越打 越意识到 咱们之间的实力差距 我绝非 是你能够匹敌的 此时 陈锋嘴角露出一抹 机翘的笑容 说道 是吗 说着 陈锋刀势 忽然一变 本章完 第1053章 吸收真元 本来直直向前 砍去的刀势 忽然挥舞起来 而在他丹田之中 真元涌动 丹田之中那条 已经足足有人 腰粗细的雷光电竞 疯狂奔行 他段月刀狂舞 每一刀斩出之后 都能在空中 形成一到一丈左右 长度的雷光电芒 组成了一张大网 直接向着邓向才笼罩而去 接着 陈锋挥舞着手中断月刀 顿时形成了一个 巨大的雷电光轮 雷电光轮疯狂地 向前碾压而去 轰的一声 直接撞在了 邓向才的拳头之上 砰的一声 邓向才直接被撞得 连连后退 而陈锋丝毫不停歇 雷电光轮继续向前碾压 一瞬间 就和他的拳头 撞击了无数遍 最后 陈锋断月刀 重重地拍了出去 带着无数雷电光芒 直接拍打在他的身上 邓向才直接被打 飞出去上百米 整个人一片焦黑 如同一节木炭一样 更是狂喷鲜血 身受重伤 他满脸震惊 不敢置信说道 你怎么可能 你实力怎么可能 会变得如此强 你怎么可能伤得了我 这是什么样的武技 陈锋咧嘴一笑 笑容森然 这是要你命的武技 说着 又是一招雷玉轮光斩 轰然而出 雷玉轮光斩 又是重重地轰击在 邓向才身上 直接将他打得重伤 冰死 趴在地上 浑身骨骼尽断 黄蝗鲜血 他再也没有还手之力 陈锋缓缓走到他面前 邓向才满脸 不敢置信地看着他 口中喃喃说道 不可能的 不可能的 你绝对不可能击败我的 陈锋此时 嘴角笑容灿烂 他对这门武技非常满意 不愧是九阴九阳神功创造出来的 果然非常强大 我在不使用雷玉轮光斩的情况下 实力能够达到天狐一星 而在使用雷玉轮光斩的情况下 就连天狐三星的邓向才 都不是我的对手 这一招武技 确实很厉害 但陈锋连续用了两次之后 此时也是浑身真元耗尽 无法再用出第三招了 他看着邓向才 嘴角露出一抹微笑 你不敢置信是吗 然而 这就是事实 说着 他走到邓向才身前 断月刀似乎要缓缓落下 此时 邓向才脸上的凶狠之情 已经完全消失不见 刚才的嚣张 再也看不见一丝一毫 他挣扎着跪在地上 疯狂磕头 一边磕头 一边哀求道 陈锋 陈锋大眼 你饶了我吧 我只是奉命行事啊 陈锋冷笑说道 可惜 你要杀我 而且曾经将我打得那么凄惨 还想严刑拷打我 却是一个事实 他忽然看着邓向才说道 你不想死是吗 邓向才连连点头 T4横流 我不想死 陈锋微笑 你确定你不后悔 邓向才没有注意 他眼中那一抹诡异之情 连声说道 我不后悔 我不后悔 陈锋微微一笑 收起断月刀 说道 好 既然你不后悔 我就要开始了 说着 他直接封住邓向才的经脉 然后将邓向才摆出一个盘膝而坐的姿势 而他双手 则是摁在邓向才的后背之上 邓向才本能的感觉不妙 金声喊道 你要干什么 陈锋微微笑道 邓向才 既然你不想死 那我就让你尝尝我心境修炼的九阴九阳神功的滋味吧 说着 他开始运转九阴九阳神功 九阴九阳神功运转之后 陈锋天河之中的真元顿时开始旋转起来 形成一个类似于漩涡一样的东西 这漩涡一样的东西 传来强大无比的犀利 只见陈锋身体表面红光闪烁 而在他双手和邓向才接触的后背位置 红光更是极为明亮 邓向才就感觉到一股庞大的犀利传来 直接将自己体内的真气向外吸收 自己体内的真气 丝丝缕缕的向外渗透 邓向才立刻一惊 你要干什么 为什么我感觉我的真气 再不断向外流血 陈锋微笑说道 这只是开始而已 很快你就知道到底是为什么了 然后他加大了犀利 红光闪烁得越来越明亮 邓向才感觉自己体内的真元一开始 只是一点一点地向外泄露 到最后则是如同河流一般向外流淌 而到了最后 则是如同大地崩溃一般疯狂地向外涌出 邓向才浑身颤抖 额头冷汗淋漓而出 疼得他嘶声惨叫 他的肌肉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迅速塌陷下去 甚至一切生机都在被抽离 不断在衰老 而跟身体相比 更重要的是精神上的恐惧 此时他的恐惧甚至胜过 刚才要被陈锋杀死的时候 因为他感觉自己辛苦修炼的真元正在消逝 他惊慌至极地喊道 你用的这是什么邪门功夫 竟然能够将我的真元吸收 住手 快住手 陈锋朗声长笑 根本不理会 陈锋能够看到 邓向才体内的真元被自己吸入之后 在丹田上方形成了一团气物 随着真元不断涌入 这团气物变得越来越大 陈锋心中兴奋无比 九阴九阳神功果然神异 可以直接吸收对方真元 在自己丹田之中化为气物 转眼之间 邓向才丹田之中的那条天河 便是干涸 体内真元被吸收得完全消失 无影无踪 而他整个人也是瞬间苍老下来 身形干枯 蜷缩成一团 整个人看上去 就像是一具死了很久的尸体一样 他已经彻底的死亡 再也没有了丝毫的生计 陈锋深深地吐出一口浊气 此时他有一种极为舒服的感觉 这时候 在他丹田之中 已经形成了一大团灰色的雾气 陈锋知道 这就是邓向才的真元 陈锋站起身来四处看了一眼 然后在邓向才身上翻来翻去 他知道 炼药师协会有一种手段 可以看到炼药师协会成员死亡之前的情况 陈锋根本不信 这会是一种精神秘法 如果是精神秘法的话 这需要多么强大的魂者才能驾驭 丹阳俊峰会不可能有这样的强者 所以陈锋相信 肯定是某种东西 陈锋仔细找了找 终于 没有让他失望 他在邓向才的耳朵后面 找到了一个类似于耳钉一样的东西 这耳钉深邃无比 里面 仿佛能够吸收灵魂一般 一片漆黑 陈锋冷冷一笑 直接将这耳钉捏成粉碎 然后 他用石骨水 将邓向才的尸体 化成一片绿水 接着就迅速离开这里 很快 陈锋找到一处石洞 盘歇而坐 开始用九阴九阳神功 炼化从邓向才体内吸收的真元 邓向才体内的真元 被陈锋用九阴九阳神功吸收之后 已经是变成了最为纯粹的功法 毫无属性 陈锋用九阳九阴神功炼化起来 非常容易 本章完 第1054章 王者归来 第二天朝阳出生之时 陈锋睁开眼睛 此时体内从邓向才那里吸收的真元 已经全部被他炼化 如同雨滴一般落入他丹田底部 那一道天河之中 而他丹田中的那道天河 真元数量也是突破到了90低 陈锋身后 骤然出现一道天河 其中赫然有九颗星辰 熠熠发光 陈锋嘴角露出一抹微笑 九阴九阳神功果然神异 不但能杀人 还能吸收对方真元 一个邓向才 就让我突破到了天河九星 距离天湖竟只差一步之遥 陈锋发出朗声长笑 有九阴九阳神功在 我还怕自己不能突破吗 我还怕自己修炼慢吗 体内的那些阴阳之气 化作九条雷光电龙 潜藏入他的丹田深处 但陈锋却是沮丧地发现 这些阴阳之气 变成雷光电龙之后 他竟然不能驱动 也无法吸收 所以 九阴九阳神功 吸取其他舞者的力量 是他现在提升实力的 一个重要方法 紫阳建厂核心区 核心广场之上 此时一堆人正围在这里 人群之中 时不时传来一阵 拳脚撞击在肉体的 上的喷喷闷响声 以及几个人的惨叫声 当然还有一些人 充满了细血的哈哈笑声 人群之中 也时不时地传来轰笑之声 向着里面指指点点 原来 被众人围观的 大约有六七个人 这六七个人 此时都是被打得惨不忍睹 而围殴他们的 则是足足有二十余人 这二十余人的实力 每一个都比他们强 连起手来殴打他们 他们根本是毫无还手之力 如果陈锋在此的话 一定能够认出来 原来被殴打之人 竟然都是天道战队的人 碰 一声巨响 一只脚重重地 踢在梁光宇的胸口之上 将他踢得一个翻滚 亮亮呛呛地向后倒退机密 然后又被另外一只大手擒住 拳头狠狠地往他脸上 连着轰了三拳 将那张俊朗的面目 打得如同一个猪头一样 然后他又被在丹田之上 狠狠地顶了一膝盖 哇的一声 直接吐出一口鲜血 他眼中露出滔天怒火 力声吼道 我和你们拼了 说着 奋起全部力气 向着对面一人轰去 还他娘的敢反抗 简直是找死 对面那人一声冷笑 直接抓着他的双臂 活生生将他的双臂 凝成麻花一般 梁光宇忍不住发出 凄厉的惨叫声 然后 此人抓着他的头 直接将他摁得跪倒在地 然后膝盖重重地 顶在他的面门上 将他顶得满脸是血 痛苦无比 求饶 你他娘的 倒是求饶啊 此人历声吼道 你若求饶 我现在就放了你 想让我求饶 梁光宇缓缓抬起头来 他被打得已经不成人形 但是眼中却是露出一抹傲然 想让我求饶 那是做梦 呸 说着 一口带血的浓弹吐在这人的脸上 这人脸上 立刻露出一抹争鸣之色 好 不求饶是吧 那我就废了你的修为 说着 直接让人将梁光宇摁倒在地 然后缓缓抽出手中长剑 顶在了梁光宇的丹田之上 梁光宇剧烈地挣扎起来 此人看着梁光宇 脸上露出一抹阴冷笑意 求不求饶 你若不求饶 我这一剑刺出 直接就可以将你的丹田刺破 梁光宇死死地盯着他 一言不发 眼中神色凛然 不光是他 其他天道战队之人 都是被逼着求饶 但是却没有一个求饶 一个个用凶狠的目光盯着这些人 把他们看得也是心头微颤 旁边围观之人议论纷纷 这些天道战队之人 也真是够倒霉的 他们刚刚成为核心弟子 是核心弟子里面 实力最弱的一群人 而欺负他们的这些怒交会成员 都是成为核心弟子三年以上的 他们怎么可能是对手 对啊 而且他们只有六七个人 对方则是二十个人 难怪他们被打得如此惨不忍睹 这还不算什么 被打一顿也就罢了 最怕的就是 他们以后 很难在这紫阳剑场待下去了 隔三差五就会被教训 还想修炼 不被打死 就算是好事 活该 谁叫他们天道战队那个叫陈锋的 得罪了图与武师兄 一个幸灾乐祸的声音响了起来 图与武师兄亲自下令了 陈锋必死无疑 而他要让陈锋在死之前 遭受极度的屈辱 要将天道战队彻底铲除 图师兄都发话了 天道战队怎么可能还会留存呢 一人叹息道 说起来 赵开鹏他们 这几个人 也确实是够没有风度的 还前辈弟子呢 欺负新人 以强凌弱 嘘 小点声 他旁边的人 赶紧拉了他一下 让他们听见 连你也一块教训 刚才说话之人立刻闭嘴 显然赵开鹏等人恶名昭著 没有几个人敢惹 赵开鹏常见 微微向梁光宇丹田之中 刺进大约半寸 满面羞红 狠毒咆哮道 再问你最后一遍 到底求不求饶 梁光宇忽然放声大笑 有本事你就 废掉我的修为 到时候陈锋回来之后 绝对会宰了你 陈锋 哈哈 陈锋 就那个连灵根都没有的废物 他还杀了我 哈哈 哎呦 我好怕呀 赵开鹏发出一阵极为不懈的狂笑声 肖章叫道 他若是现在赶回来的话 我直接连他也废掉 是吗 这时候 身后忽然一声冷笑传来 我看今天 要被废掉 要被废掉修为的 既不是梁光宇 也不是我 而是你 说着 众人就觉得眼前一花 一声惨叫传来 接着 他们就看到 刚才还傲然站在那里 嚣张无比的赵开鹏 此时直接跪倒在地 众人仔细一看 骇然发现 原来他不是跪倒在地 而是膝盖处被直接斩断 伤口直接顶在了地面上 疼得他嘶声惨叫 此时 在他面前 一个人影傲然站立 宛如顶天立地一般 他看着赵开鹏 冷冷笑道 你是要任我做爷爷吗 怎么一见面就行此大脸 众人抬头看去 顿时都是一惊 陈锋 本章完 第1055章 还有谁 陈锋看向周围 目光转了一圈 脸上露出一抹笑意 笑容之中 充满了森冷之色 还记得我的名字 不错不错 看来 你们还没有 把我陈锋这个人忘掉 但是可惜啊 有人似乎已经忘记了我的实例 也忘记了我过去做的事 当初将信州的那些人 轰尘飞灰 彻底阴灭 我本以为已经能够让人吸取教训 但是看来 我还真是高估了你们 有些人 真的是找死啊 陈锋盯着赵开鹏 脸上杀鸡毕露 既然如此 那么我今天就给你们一个更加深刻的教训 也让这些胆胆挑衅之人看看 这就是得罪我陈锋的下场 说着他狠狠一脚 直接将赵开鹏踹翻在地 一只脚直接在赵开鹏脸上撵来撵去 给他带来极为屈辱的感觉 然后脸上带着一抹冷笑 一脚重重地踏在他丹田之上 直接将他丹田踏碎 修为彻底废掉 赵开鹏发出凄厉的惨叫声 啊 啊 你竟然敢废掉我的修为 陈锋 我与你不死不休 他看着陈锋满脸怨毒 陈锋微微一笑说道 不死不休是吗 好呀 既然这样 那如果你死了 这件事岂不是就可以终结了 说着 一脚踢出 直接踢在他的胸口上 砰的一声 强劲无比的真元涌出 赵开鹏的整个上半身 直接被炸成了无数血物 消散于空中 周围之人看到这一幕 脸上都是露出骇然之色 任何人都没有想到 陈锋竟然敢直接悍然杀人 梁光宇则是鼓掌 高声笑道 杀得好 杀得好 陈锋微微一笑 看向众人 说道 你们以为 这就完了吗 说着 他走到其他那些人面前 看陈锋走来 这些人都是连连后退 脸上露出惊恐之色 陈锋看向梁光宇 说道 他们谁动手了 梁光宇目光之中 露出仇恨之色 基本上都动手了 咱们的人被打得惨不忍睹 他们好几个打咱们一个 全都动手了是吗 好 陈锋一声冷笑 然后身形一闪 化作一道闪电 直接掠入这些人之中 众人只听到一阵 噼里啪啦的声音 然后就看到这二十余人 都被陈锋打翻在地 一个个身受重伤 惨不忍睹 然后 陈锋双手连连挥动 直接将他们经脉封住 看到这一幕 所有人都惊呆了 刚才陈锋一下 击败赵开鹏 倒还情有可原 毕竟赵开鹏只有一个人 但是这二十余人 实力最弱也有天和二星的修为 要不然 他们也不会明知道 陈锋的狠辣手段 而为了巴结屠玉武 就来收拾天道战队的人 就是因为他们 觉得他们的实力 足以对付陈锋 但是 现在这二十余人 竟然一瞬间 就被陈锋打翻在地 陈锋的实力 到底有多强 难不称 已经达到了天和巅峰了吗 怎么可能啊 一个人惊呼说到 上一次陈锋出手的时候 连天和镜都没有到 现在怎么可能 到达天和巅峰 众人纷纷猜测 陈锋以灵力无比的姿态 碾压了赵开棚等二十余人 这也让众人震惊无比 陈锋 你 你要干什么 你赶紧放开我们 这些被打翻在地之人 一个个脸上露出惊慌之色 色力内忍地向陈锋喊道 陈锋微笑说道 你猜我会怎么惩罚你 这些人一听 脸色顿时都变得煞白 其中一人喊道 陈锋 你若是敢废掉我们修为 宗门一定不会放过你的 若是他们二十个人实力被废 那对紫阳建厂来说 绝对是一件大事 他们相信 陈锋一定不敢那样做 他们一想到 陈锋不敢如此对待自己等人 顿时觉得 心里又有了底 神色立刻变得嚣张起来 陈锋微微笑着点头 说道 没错 我确实是不会废掉你们的修为 一听陈锋说了的话 这些人神色变得更加嚣张了 其中一人喊道 陈锋 你知道就好 知道我们这些人 不是你惹得起的 就他娘的 赶紧放开我们 然后给我们疗伤 再跪下来 给我磕头道歉 这件事就算过去了 又 陈锋微微一笑 说道 感觉你提的条件 似乎还便宜我了 没错 当然是便宜你了 我们就不跟你一般见识了 此人傲然说道 陈锋还在笑着 但脸笑容 已经变得森冷起来 我刚才说 不会废掉你们的修为 其实是想说 不只是废掉你们的修为 只是废了 你们修为的话 也未免太便宜你了 这些人听明白陈锋说的话 立刻满脸惊恐喊道 你要干什么 陈锋已经缓缓走上前来 然后一拳轰出 直接将其中一人轰成漫天血雾 而后陈锋身子一转 再一脚踢出 将另外一个人踢出几十米远 在半空之中 炸裂成无数块 陈锋一拳一个 一脚一个 转眼之间 就将这二十余人 尽数杀死 然后陈锋 傲然立于当场 环顾众人 立声吼道 还有谁 还有谁想要说 是我陈锋好八戒 图语武的 来吧 我陈锋就在这里等着 我这条命就在这里 有本事你就拿走 但是若你没本事 陈锋脸上笑容冷酷至极 你若没本事 你这条命就留在我这里 就是这么公平 然后他再一次发出一声 仰天怒吼 还有谁 现场鸦雀无声 没有一个人说话 所有人都是沉默地 看着陈锋 目光之中露出畏惧之色 陈锋强大的实力 狠辣的手段 让他们所有人都是震惊 此时 周围已经聚集了 足足有数千人 这数千人中 不乏一些 已经进入内门时间 很长的弟子 看到这一幕之后 也都是惊骇不已 众人纷纷低声议论着 陈锋实力到底有多强 二十多个天和三星以上的高手 都被杀了 我估计他的实力 起码在天和六星以上 他不是没有灵根 不能修炼吗 怎么修炼的速度还这么快 本章完 第一千零五十六章 被废 毁容 这谁知道 真是邪门了 难道他是天才 不少人已经打定主意 以后绝对不能招惹陈锋 此人实在是太厉害 然后 陈锋带着天道战队这些人 回到了天道战队在核心区域的一处居所 来到核心区域之后 天道战队并未解散 实际上核心区域存在着非常多的社团 陈锋见到 居所之中空荡荡的 除了他们之外 一个人都没有 陈锋立刻问道 其他人呢 都上哪里去了 梁光宇苦笑一声说道 今天 怒交汇的人打上门了 出言恐吓 见人就打 有的人被吓怕了 直接宣布离开天道战队 剩下我们几个人敌死不从 就被他们带到广场之上 一阵狂殴 陈锋冷冷笑道 这种见风使舵之辈 走了也就走了 没什么可惜的 他忽然脸色一变 问道 魏红秀和魏清衣呢 他们两个去哪里了 今天在广场上 陈锋看到魏清衣不在 就觉得有些诧异 以魏清衣的实力 如果他在的话 怒交汇的这些人 绝对无法如此肆虐 魏红秀回家探亲了 得半个多月才能回来 至于清衣失减 梁光宇脸上 立刻露出一抹悲淒之色 神色瞬间暗淡下去 陈锋看到这一幕 心中立刻一颤 惊声问道 说呀 到底怎么了 你倒是说啊 梁光宇指了指内院 说道 他就在里面 你自己去看吧 我 我不忍心说 陈锋立刻拔腿大步 向着内院奔去 此时 核心区域 执法殿 执法殿乃是核心区域之中 专门惩治范氏弟子的一个机构 里面有执法长老数百 每一个都是实力颇为强大 而执法殿的殿主 就是孙恒波 听完了面前 这名执法长老的汇报 孙恒波脸上露出一抹猙獰笑意 脸泛红光 目光之中露出兴奋之色 他漠然冷笑道 这个小兔宰子 竟然敢直接在广场之上杀人 而且是杀了二十余名弟子 简直是胆大包天 已然违反门规 他冷喝一声 说道 赵长老 刘长老 你们两人 去把那陈锋给抓回来 赵长老和刘长老 应了一声 立刻转身离开执法殿 看着他们的背影 孙恒波忍不住搓了搓拳头 嘴角露出一抹兴奋的笑容 陈锋啊 陈锋 很快你就要落在我的手里了 到时候 看我如何收拾你 他跟陈锋早就有深仇大恨 可算是抓到一个机会 能收拾陈锋了 天道战队锁在居所 内院 尘封砰的一声 直接将房间门踹开 当他看到里面情形 顿时目自欲裂 脸上露出极度愤怒之色 原来 房间里面的床上 躺着一个人 正是魏清衣 只是 此时魏清衣脸色惨白 身上丝毫没有舞者的气息 感觉衰弱的跟个寻常人一样 他丹田那里有一个巨大的伤口 此时还有真缘在里面不断溢出 而他浑身上下 无数骨骼净断 整个人软软地瘫倒在床上 而更让尘封骇然的则是 他的脸上 赫然是被划出十几道伤痕 皮肉翻卷 本来秀美无比的脸庞 此时变得丑陋至极 让人看一眼 都觉得心里害怕 而且那里 似乎被抹了什么药物 没有愈合 尘封心中涌起一阵 极度愤怒和悲伤之情 惊呼喊道 魏师姐 这是谁干的 这他娘的是哪个杂种干的 听见尘封的声音 床上的魏清衣 似乎被惊醒了 他艰难地侧过头来 向尘封这边看了一眼 看到尘封的面容 他目光之中 露出一丝欣慰之色 开口说道 尘封 你回来了 声音艰涩 难听无比 尘封这才看到 他的喉咙处也有一个巨大的伤口 血肉模糊 显然 这导致 他说话都出了问题 尘封赶紧走到床边 跪在地上 他看着魏清衣 说道 魏师姐 到底是谁干的 魏清衣实在是太惨了 尘封气得浑身发抖 心里更是难受之极 魏清衣脸上露出一抹苦涩的笑容 是徒与伍干的 他逼我和他比武 我知道自己 不是他的对手 就不答应 结果 他在广场之上 直接对我攻击 本来当时 他想直接杀了我 如果不是当时有一位和我关系较好的长老路过那里的话 只怕我就无法 活着见你 就算这样 我也被他废掉修为 划烂了脸 折断了四肢 他看着尘封 脸上露出一抹欺然笑容 问道 尘封 我 我现在是不是很丑 丑陋到了极点 他目光之中 充满了绝望 作为一个女子 无论实力再怎么强大 对自己的容貌 终归也是非常在意的 尘封拼命地摇着头 颤声说道 不 不 师姐 你很漂亮 你在我眼中 此时的你是绝美的 他目光之中露出一抹极度仇恨之色 说道 师姐 你之所以这样 都是因为受了我的牵连 所以 涂与武才会这样 对付你们 你放心 涂与武 我一定会杀了他 尘封声音坚定无比 如同许下了什么誓言一样 魏清衣看着他的面容 心中一颤 他感觉这少年说到的话 就一定能够做到 而且 师姐 你放心 我一定会寻觅到药物 治好你的伤势 也治好你的容颜 听了尘封的话 魏清衣很是感动 心里一阵暖暖的 而这时候 外面忽然传来一阵喝骂之声 尘封呢 让他滚出来 我们是执法殿的人 我们要将他捉拿归案 执法殿办事 你们都让开 尘封嘴角露出一抹残酷的笑容 执法殿的人是吗 来得倒是很快 他看着魏清衣 轻声说道 魏师姐 你先在此稍微休息片刻 有两条狗来了 我先杀了那两条狗 再回来陪你 说着 尘封离开房间 大步向着前院走去 刚一进入前院 他就见到两名三十多岁的长老 站在那里 身穿长老袍服 满脸趾高气扬 看到尘封走过来 其中那名赵长老 韩生说道 你就是尘封是吧 本章完 第一千零五十七章 来送死是吧 尘封微微点头 没错 就是我 那你跟我们走一趟吧 赵长老脸上露出一抹阴毒之色 你今天在广场之上公然杀人 违反门规 我们奉店主之命 将你带到执法殿 哦 将我带到执法殿是吗 尘封一声冷笑 不如直接说 想杀了我好了 把我带到执法殿 我哪里还有命在 赵长老一声吃笑 你这个小兔崽子 倒还有几分见识 没错 进了我执法殿 再想出来可就难了 另外一名留长老 冷声说道 老赵 不用跟他废话了 直接把他带走 赵长老点点头 直接大咧咧地走上来 一伸手 就要擒住尘封的脖子 尘封冷声喝道 你这是做什么 赵长老理所当然说道 我当然是来勤住 看他那样 就仿佛陈峰跟他们走势 理所当然一样 陈峰冷冷说道 我若是不跟你们走呢 你不跟我们走 你竟然敢违抗执法殿的命令 赵长老脸上露出一抹 不可思议之色 他从来没有碰到过这种人 你可知道 违抗执法殿的命令 对抗执法殿 那就是公然对抗宗门 陈峰冷笑说道 无非就是想要我的命罢了 我之前说过 想要我的命 就自己来取 但若是实力不济 反而被我要了性命 也别怪别人 赵长老发出一阵哈哈狂笑 不屑说道 真是狂妄 你以为你杀了几个弟子 实力就很强吗 告诉你 我们两个都是天河五星修为 你绝不可能是我们的对手 既然你想死 那我就直接在这里将你击杀 说着 他直接扑了上去 如同一只大鸟一样 凌空跃起 从上而下双掌拍出 真缘涌动 声势非常浩大 他眼中露出一抹得意之色 在他看来 这一掌拍中之后 陈峰直接就会被打得身受重伤 虽然陈峰实力不弱 但是他并不认为 陈峰的实力能与他相提并论 陈峰如此年纪轻轻 实力最高能有多高 也就是天河三星四星罢了 但是 让他震惊的一幕出现了 陈峰冷冷地看了他一眼 眼中都是厌恶之色 轻轻一挥手 滚 陈峰的神色 就如同赶走一只苍蝇蚊子一样 轻描淡写的一挥手 但是就是 这一挥手 轻轻松松打出的一掌 就直接将赵长老给打飞出去几十米 重重地撞在院墙之上 被打得狂吐鲜血 身受重伤 他惊声喊道 小兔崽子 你实力怎么会这么强 我可是堂堂执法店长老 陈峰冷冷一笑 执法店长老算个屁 另外一名长老 看到这一幕 脸上也是露出不敢置信之色 然后 他就看着陈峰 向他缓缓走来 他竟是不由地退后一步 这才想到自己是宗门长老 根本不用怕陈峰的 他立刻咽了口唾沫 色力内忍地说道 你要干什么 我要干什么 陈峰微微一笑 你们两个要杀我 难不成我还要把自己的命 送到你们手上 既然你要杀我 就要做好被我杀的准备 说到这 他神色已经冰冷无比 直接顺移出去 一拳狠狠轰击在此人的胸口之上 这一下 直接将他击杀 然后 陈峰又走到赵长老身前 赵长老惊恐无比地看着他 说道 你要干什么 我是宗门长老 你若敢杀我就犯下大罪 陈峰冷笑 锅躁 然后一巴掌抽出 重重地轰在他的脸上 直接将他的头颅 抽飞出去 孙恒波在执法殿等了差不多足足一个时辰的时间 还没有等回赵长老两人 他脸上立刻露出阴霾之色 低声说道 这两个废物 这点事情都办不好 说着 他冷声喝道 屈父堂主 你带着二十名长老去把陈峰带回来 一名四十来岁 身材甘瘦的中年 恭敬地应了一声 然后带人离开 此时 陈峰正站在魏清衣床前 魏清衣身受重伤 又很疲惫 跟陈峰说了一会儿话 就又接着昏睡过去 陈峰再跟暗老说这话 怕打扰到他 声音压得很低 暗老 魏师姐这种情况 会怎样 有没有治好的法子 暗老缓缓说道 他已经是天和井三星修为 要说治他丹田的法子 确实是有 但是对现在的你来说 还是颇有一些难度 我知道有一种丹药 名为大环丹 这种丹药 可以治疗天狐镜以下实力之人 被废修为淡伤势 但是这种丹药 乃是三品丹药 而且在三品丹药之中 也是非常难以炼制的 价格高 最重要的 则是 有钱都买不到 非常的稀少 陈峰轻轻地叙了口气 说道 有希望就好 我就怕希望都没有 只要是有这种丹药 无论再怎么艰难 我也一定能够替师姐将它取来 然后 他又指了指味轻衣脸上的伤势 暗老说道 这个也是 颇为困难的 因为它的伤口 被人涂抹了一种奇毒 导致很难愈合 现在毒素深入体内 很难驱除 我只知道 有一种灵兽 名为青龄紫月藤 据说这种灵兽 是由藤万进化而成的 非常罕见 它的枝叶抹在脸上 可以治愈这样的伤势 陈峰缓缓点头 将这几个字记在心里 这时候 他忽然听到 床面传来一声 怦然巨响 似乎是大门 被踹开了一样 陈峰眉头一挑 杀气毕露 又有不长眼的人 来送死了 屈腹堂主带着人 刚刚进入大门 就看到了两具 横尘余地的尸体 正是他手下的 执法长老 看到这一幕 屈腹堂主眼神一缩 陈峰此时 从大堂之中走出 站在台阶之上 冷冷地看着他 怎么 嫌两条命不够 又来给我送性命了吗 屈腹堂主冷盯着陈峰 说道 陈峰 你真是胆大妄为 竟然敢击杀执法长老 这是蔑氏门归 蔑氏门归 陈峰嘴角 露出一抹不屑的笑容 现在你们知道 讲门归了 本章完 第1058章 杀上执法殿 我师姐被毁容 被废掉修为的时候 你们在哪里 我们天道战队的弟子 被在广场之上殴打 几乎要被杀的时候 你们这些执法殿之人 又在哪里 那个时候 你们为什么不讲门归了 说到最后一句的时候 陈峰声音如同春雷一般乍响 正气凛凛 目光之中 充满了愤怒之色 屈腹店主 被他驳斥得哑口无言 因为他们 本来就偏袒途玉武 途玉武 毁掉魏清衣的事情 他们都知道 甚至当时就有不少执法店长老 就在旁边 但是却根本置之不理 而天道战队之人 在广场上几乎被打死 他们也知道 依旧没有管 屈腹店主恼羞成怒 满脸阴冷地看着陈峰 说道 这些话 去了执法殿之后再讲吧 希望到时候 会有人听你说这些 陈峰冷冷一笑 想把我带回执法殿 很简单 废掉我的修为 甚至是 取了我的性命 就可以把我带走 屈腹店主盯着他 面色阴寒 威胁说道 抵抗执法殿 就是对抗整个紫阳建厂 你可要想清楚后果 陈峰哈哈大笑 深圳四野 传出去上千米远 你们执法殿 殿形势不公 偏袒私人 根本就不能秉公办事 这样的执法殿 要你们何用 来一个杀一个 来一对 我杀一双 而且 我还要杀上执法殿 将你们执法殿 上上下下 尽数杀一个金光 狂妄 你这小辈 狂妄至极 屈腹店主冷声赤道 简直就是不知天高地厚 杀了几个弟子长老 就以为自己天下无敌了是吗 说着 他冷冷一笑 然后身上气势陡然暴涨 在他身后 出现了一道天河 天河之中 九颗星辰 若隐若现 他发出一阵得意的狂笑之声 小兔宰子 看到没有 我可是天河九星 已经是天河境巅峰强者 你杀掉的赵长老和刘长老 只是天河五星而已 我估计你的实力 也就是天河六星七星左右 你怎么可能是我的对手呢 现在乖乖跪下来求饶 我还能饶你一条生路 将你带回执法殿 要不然 待会儿你等我动手的话 你可是今天就要命丧当场 他带来的那些执法殿长老 一个个也都是纷纷吹捧 屈腹殿主真是强大 已经是天河境巅峰 在咱们执法殿之中 乃是除了孙洪波殿主之外的第一人 小兔崽子 赶紧跪下求饶 要不然待会儿 屈腹殿主一招 就能灭杀了你 而此时 在这个院子外面 已经围了足足有数百名弟子 而且还越来越多 不断向这边汇集 这些人得知 执法殿长老来追捕陈锋 结果被陈锋杀了两个 都是极为的震惊 纷纷赶过来看热闹 这个陈锋 还真是愚蠢啊 竟然敢对抗执法殿 简直就是找死 没错 执法殿长老如此强大 屈腹殿主 可是堂堂天合进巅峰高手 陈锋就算再怎么强大 也绝对不会是对手 但人群之中 却有人表达不同意见 说道 我倒觉得 陈锋非常有勇气 执法殿如此不公 凭什么任由他们鱼肉 就要反抗才对 反抗 你也得有资本才行 有人不屑地驳斥说道 只怕你最后的反抗 根本没有什么效果 反而把自己的性命搭进去 陈锋满脸不屑 嘲讽说道 原来只要是会溜须拍马 就能当执法殿长老 看来门槛倒是低得很啊 这一句话 直接让这些执法殿长老 张得脸色通红 脸上都是露出羞难之色 一名脸色漆黑 如锅底一般 身材粗壮的执法殿长老 勃然大怒 厉声吼道 你这是找死 我看以你这样的实力 根本用不着去腹殿主动手 我直接就可以杀了你 说着 他凌空跃起 双掌拍出 向着陈锋轰击而来 陈锋嘴角微微露出一抹冷笑 一拳轰出 毫无花哨 众人只觉得 时间似乎停滞了一刹那 然后就看到 那名粗壮执法长老的身体 在空中瞬间凝制了一个呼吸的时间 下一瞬间 砰的一声 他的身体化作漫天血雾 骤然展开 所有人都是为之一精 好长老乃是天和八星高手 是咱们执法殿 除了正副殿主之外 实力最高的长老之一 竟然被这个小兔崽子 一拳击杀 这个小兔崽子 实力怎么会如此强 屈腹店主 脸上也是露出一抹震惊之色 想要一拳将天和八星的好长老 震成鸡粉 就连他也无法做到 陈锋微微一笑 看向他们 轻声说道 怎么 现在是不是觉得 我可能是个硬点子 有点扎手 不太好对付了 屈腹店主 被他说中心事 顿时脸色更加难看 这时候 陈锋朗声长笑 现在后悔也来不及了 你们既然来了这里 还想杀我 那就要 把命都送在这里 说着 他大踏步向前走来 一往无前 气势冲天 屈腹店主脸色一变 历声吼道 杀 一起上 他身后十余名执法店长老 咬着牙 向陈锋冲去 而屈腹店主 则是直接后退 躲到后面 他想观察一下 看看陈锋的实力 到底如何 然后 他脸上震惊之色 就越来越深 到了最后 变成不敢置信 陈锋一拳击出 轻易轰杀了一名长老 然后又是伸手 各自抓住一名长老 将他们两人撞在一起 撞成漫天碎块 接着 陈锋吐气开声 强横之急 一拳轰出 将三名长老同时震碎 转瞬间 这十一名长老 都被他尽数斩杀 看到这一幕 屈腹店主毫不犹豫 直接向后疯狂奔跑 陈锋吼哈哈大笑 想跑 晚了 他摇摇一拳轰击而出 轰在屈腹店主的后背 然后只见 屈腹店主的后背 炸开一个脸盆大小的洞 直接将他的上半身 分成两节 屈腹店主重重地摔倒在地 脸上还带着震惊之色 目光之中 已然失去了生机 陈锋深深地吸了口气 他拔出腰剑断月刀 倒拖在地上 然后大步向着外面走去 梁光宇从大厅之中 快步走了出来 惊声喊道 陈锋 你要去哪里 陈锋头也不回 只是冷冷一笑 杀上执法店 涂光这些执法店不公的长老 本章完 第1059章 孙恒波 滚出来 什么 听到这句话 梁光宇震惊无比 执法店可是有足足数百名执法店长老 更有实力深不可测的执法店店主孙恒波 而最重要的则是 执法店代表着宗门的威严和权威 杀上执法店 那就是公然与宗门对抗 这可是重罪 他惊呼喊道 陈锋 你不要命了吧 你可知道 杀上执法店的后果 是何等严重吗 陈锋说道 我当然知道 我也知道我这样做意味着什么 但是 为师姐被打成这个样子 此仇不能不报 我心中有一口气 愤懑在怀 不能不输 这些执法店的人敢招惹我 我就要杀上执法店 屠玉武敢这样做 我就要去杀屠玉武 一个一个来 谁都逃不了 哪怕是搭上这条性命 我也在所不惜 说着 陈锋倒拖着断月刀 大步走出院落 而在外面 此时围观的人数 已经足足达到了上千人之多 所有人看到陈锋出来之后 都是发出一声 意义极为复杂的哗然之声 看着陈锋 目光之中有痛恨不懈嘲讽 也有敬佩尊重仰慕 陈锋说的话 触及到了他们许多人的心头 心中愤懑 为何我要压制 心中不满 为何我不能发现 陈锋向着执法店大步走去 这些人都是跟在他身后 很快 陈锋来到执法店之前 而此时 在他身后跟随的人数 已经足足达到了数千 不断有人汇聚于此 所有人都想看看 这个刚刚进入核心不足数月的 就已经鸣声大噪的陈锋 这一次 又将搅动什么样的波澜 陈锋站在执法店门口 一声爆喝 孙恒波 你给我滚出来 身后人群之中 发出一声巨大的惊叹 陈锋竟然敢直呼 执法店店主的名字 孙恒波可是咱们 紫阳建厂最年轻的 太上长老之一 执掌执法店 人人畏惧 而陈锋竟然敢直呼其名 陈锋锋真的是有点不知死活了 孙恒波何等强大 他根本不是对手 一招就可以废掉他 此时 在执法店之中 孙恒波将外面的声音 听得清清楚楚 他脸上立刻露出一股 极度阴霾之色 他豁然站起身来 脸上露出一抹阴冷笑容 狠声笑道 陈锋竟然敢杀上门来 找死 我这就出去废了他 这时候 他旁边一个四十岁左右的 干兽汉子 微笑说道 店主 区区一个陈锋 劳动您动手 岂不是有点杀鸡用牛刀 我出去便可以解决了他 好 孙恒波缓缓点头 说道 那你便出去解决了他 这名干兽汉子点点头 立刻带着十余名执法店长老出去 干兽汉子 是执法店店 除了孙恒波之外的 另外一位副店主李兆元 李兆元走出大门 居高临下 俯视着陈锋 冷声说道 陈锋 你可知道 你这样 已经是犯了死罪 竟然敢直接杀上执法店挑戏 陈锋豁然抬头 盯着他冷冷说道 执法店执法不公 留着还有什么用 说着 再不说一句废话 直接挥舞着断月刀 向前冲来 李兆元冷哼一声 狂妄 他还不知道 屈腹店主等人死在陈锋手下的情况 不然的话 他肯定不会这样说 他一挥手 冷冷说道 上 宰了这个小兔崽子 十余名执法店长老 应了一声 立刻围攻上去 陈锋一声爆吼 断月刀横批一盏 十几声惨叫 几乎同时响起 然后 众人就觉得 眼前血光一闪 鲜血迷天 十余名长老 竟然同时 被陈锋腰斩 不但被陈锋腰斩 更是被断月刀上携带的那巨大的力量 震得粉身碎骨 鲜血漫天而起 仿佛在众人面前 下了一层血污 看到这一幕 李兆元完全吓呆了 而此时 陈锋盗托着断月刀 如同一个魔神一般 向他走了过来 李兆元连连后退 双腿颤抖 看着陈锋 目光之中露出极度恐惧之色 他惊呼道 陈锋 别杀我 别杀我 陈锋 朗声大笑 现在求饶还来得及吗 今日我陈锋 要血系执法殿 而你 当然也不例外 说着 断月刀横斩而出 李兆元口中发出绝望的呼喊 双拳挥舞 想要抵挡 但是根本毫无作用 直接被陈锋 从左肩到右腰 斩成两劫 惨不忍睹 看到这一幕 周围所有人鸦雀无声 所有人都被陈锋 给震惊了 执法殿覆殿主 实力已经达到天河巅峰 想要将其轻易斩杀 至少要是天狐静高手才行 而天狐静 哪怕是进入紫阳剑场 超过五年时间的弟子 也少能达到 这个陈锋实力太恐怖了 不是说 他是没有灵根的废物吗 怎么会实力这么强 进步如此快 众人惊讶非常 议论纷纷 这时候 大门之中 又是涌出来 数十名执法殿长老 这些长老纷纷呼喊着 向陈锋杀去 陈锋一声冷笑 黄舞着断月刀 疯狂向前杀去 执法殿之前 几乎转瞬之间 就血流成河 地上到处都是鲜血和尸体 住手 一个充满了暴怒的声音 骤然响起 然后一道身影 出现在执法殿之前 他看着陈锋 目光之中满是森冷之色 陈锋住了手 抬起头来与他对视 毫不示弱 口中冷冷说道 孙恒波 你终于肯出来了 孙恒波看着陈锋 目光冷立 陈锋 你好大的狗胆 陈锋冷笑说道 不用再多说 什么废话了 你不就是早就想让我死吗 你不早就想找一个机会 对我动手吗 既然这样 还犹豫什么 我自己送上门来了 你倒是动手呀 孙恒波看着陈锋 冷笑说道 陈锋 我不知道你意仗什么 但是我可以清楚地告诉你 今天你必死无疑 陈锋一声爆吼 杀 他高高举起断月刀 大踏步向着孙恒波冲去 很快就杀到孙恒波进前 断月刀挥舞 支撑一张雷光电网 然后整个人转动起来 形成一个巨大的雷电光轮 雷电光轮 重重地向着孙恒波碾压过去 本章完 第1060章 嘴太臭 该长嘴 很快 便是杀到孙恒波之前 以一股一往无前的姿态 重重地撞向孙恒波 孙恒波脸上也是 露出一丝凛然之色 面色凝重 一拳轰出 因为他在陈锋这一刀之上 感觉到了一股强大的毁灭性力量 一刀一拳 重重地撞击在一起 孙恒波倒退一步 闷哼一声 而陈锋则是直接被轰飞出去几十米 重重地摔倒在地 虎口被震得流血 几乎连断月刀都拿不稳 而他嘴角 更是有一抹鲜血一出 显然已经受伤 显然 两者实力差距 依旧很大 看到这一幕 孙恒波一颗心安定下来 哈哈笑道 小兔崽子 看到没有 咱俩实力差距非常巨大 你根本不是我的对手 陈锋根本不理会 他只是 又是发出一声爆吼 杀 然后再次大踏步向前 依旧是雷玉轮光斩 向着孙恒波杀去 两者又是重重地撞击在一起 陈锋再次被打飞出去几十米 这一次 他狂喷鲜血 双臂甚至都被震得骨头锻炼 旁边有人发出不屑的冷笑声 这陈锋 简直愚不可及 实力低微 根本不是孙殿主的对手 结果却还一次次自己上去找收拾 没错 我看这陈锋 真是不知死活 自寻死路 这个陈锋 真是愚蠢至极 我看他用不了多一会儿 就会被孙长老打死 而陈锋 根本像是 没有听到他们的议论声一样 依然是从地上爬起来 然后无所畏惧 一往无前地 向孙恒波冲去 接着又是被打倒在地 但他咬着牙 再次冲上去 如此 重复了足足数十次 到最后 陈锋一刀挥出之后 被震得浑身骨骼尽碎 鲜血狂喷 整个人趴在地上呕着血 他甚至已经无法做到站起来 但他依旧强撑着身子 拄着断月刀 然后 向着孙恒波冲去 他往前走了几步 就重重地摔倒在地 但他还是咬着牙 眼中满满的都是不屈之色 挣扎着要站起来 此时 周围鸦雀无声 所有人看着陈锋 目光之中都是极为复杂 嘲笑和鄙夷不见了 取而代之的是敬佩 陈锋感动了他们 也给他们带来了极大的震惊 不知道人群之中谁说了一句 陈锋是真正的英雄 没错 众人纷纷点头 玉佩之中 暗老一声轻叹 你这是何苦 陈锋咧嘴一笑 暗老 我有我的坚持 这个时候 孙恒波目光之中也露出一抹震惊 心中自语说道 这个陈锋 我今日必须要杀死他 要不然的话 后患无穷 他向着陈锋走去 目光之中 杀鸡汹涌 他走到陈锋面前 冷冷道 陈锋 记住 杀你的人是我 我不怕你的恶鬼来锁灭 说着 阴冷一笑 一脚向陈锋头颅踏去 他这一下只要落下 陈锋头颅直接就会被踩碎 陈锋看着他 目光之中丝毫没有畏惧 只是微微一笑 他也该来了 忽然 一声立鹤传来 住手 陈锋嘴角微微露出一抹笑意 口中南南说道 我就知道 你不会不管的 来者 正是黑衣女子 孙恒波指住了动作 眉头一拧 看向黑衣女子 眉头微微皱了起来 说道 是你 没错 是我 黑衣女子淡淡说道 他指了指陈锋 放开他 孙恒波发出一声吃笑 凭什么 你让我放开他 我就放开他 他认识黑衣女子 知道他是段任锋手作 但是也只是知道而已 并没有把他放在心上 黑衣女子看了地上的尘封一眼 目光之中有一丝赞赏 然后他抬起头来 看着孙恒波 冷冷说道 看起来 你不怎么把我这个段任锋手作放在眼里 孙恒波哈哈一笑 手作息怒 他虽然嘴上这么说 但是脸上却没有一点尊重的意思 段任锋早就已经没落 在紫阳剑场之中 地位颇低 他根本就没有把黑衣女子放在眼里 根本缺乏必要的尊重 黑衣女子淡淡说道 你倒还知道点上下尊卑 现在把陈锋交给我 你可以滚了 孙恒波听到这话 眼神顿时一冷 淡淡说道 手作 只怕是有点不妥吧 我可是执法店店长老 此人违反门规 我有权处置他 黑衣女子冷笑说道 那你记不记得 门规里还有一条 手作的命令 你绝对不能违反 否则手作有资格教你直接击杀于此 孙恒波听到这句话 先是一愣 然后便是爆发出一阵极为不屑的笑声 哈哈哈哈 你说什么 你的意思是 你要当场击杀我吗 孙恒波神态极为不屑 黑衣女子点头说道 正有此意 孙恒波一愣 然后就发出一阵更加不屑的笑声 笑得眼泪都快出来了 忽然他神色一冷 变得猙獰起来 看着黑衣女子 冷冽说道 我记你是手作 好歹给你点面子 但你别给脸不要脸 你不过是段仁峰手作而已 段仁峰都已经没落成这个样子 连弟子都没有几个 你还在这里 跟我要舞扬威 你配吗 告诉你 我这个执法垫垫主 都比你这个段仁峰手作要强得多 黑衣女子看着他 冷冷说道 嘴这么臭 就该长嘴 说着 直接一掌打去 向着他的脸打了过去 孙恒波一声冷笑 你的实力 只怕还比不上我 还打我的耳光 他双掌轰出 但是让他震惊的事情发生了 黑衣女子这一掌看起来轻描淡写 但直接将他的双掌震碎 孙恒波拼命抵挡 拼命躲闪 但还是被重重地扇在脸上 直接将他扇飞出去几十米 孙恒波摔在地上 满脸不敢置信地看着黑衣女子 惊声喊道 你实力竟然如此强大 黑衣女子冷冷一笑 井底之蛙 还真以为自己多强呢 说着 走到他面前 正反又是扇了几十个耳光 孙恒波根本毫无还手之力 周围人群之中 也都是发出一声惊呼 原来断刃风手作实力 竟然如此之强 真是看不出来啊 平时根本见不到他 却没想到他如此强大 看来 能当一封手作之人 绝非等闲之辈 孙恒波被打得惨不忍睹 最后被一脚踹出去 黑衣女子看着他 冷冷说道 念在你是第一次冒犯我的份儿上 我就饶你一命 再有下次 直接斩杀 说着 拎起尘封 身形瞬间消失 本章完 OK 搁起尴尽 简短 搁起尼尽 前座 监控 起尽 尼尼尽 剪输